欢迎收听对景当歌原著喜马拉雅出品紫金巨社制所播出的长篇多人有声剧《门马》 旁白主播靖然先生 另一边,马长林躺在病床上,手背上还在输液 这种病情对于普通家庭可能已经是带回家里静养,若是无法恢复就是等死 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讽刺莫过于,钱有些时候真的可以买命 看马长林的状态并不好,但与同样病情的人相比,甚至可以说是正常人 马长林有气无力地说 我还好,是舆论太大,看不出压力了吗? 如果扛不住就回家歇歇吧,歇一歇,或许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他当然也知道网络上的事情,想不知道都难 马腾咬着牙,缓缓说 就在刚刚,丁爽找我了 提出要收购企鹅聊天,被我给拒绝了 可是他让我问你 这样说并不是因为马腾没有主见 而是没有跳下去的勇气之后,更想给自己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别人说话力度不够,唯有父亲 马长林沉默了片刻,开口说 买吧,把企鹅聊天给他 你保留股份,我同意 呃,马腾只是想找个理由,这个理由并不一定是决定 哪怕是父亲的安慰也好 可父亲只是思考了短短几秒钟,就让自己卖 马长林苦笑说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 说实话,我也不甘心 你是我的儿子呀 我的儿子,怎么能被人打碎了牙齿 要咽到肚子里 最后还要向别人承赞一句,牙齿好甜 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天才和奇才的存在 相托七岁为孔子师,甘罗十二岁败相,获取并十八岁战功封侯 我们要承认,有些人就是斗不过的 与其不甘心耿耿于怀,多年后谈起时对人说一句话 我曾与他为敌 还不如多年后站在他身后,与他一起领略世界风景 买吧,我支持你 马腾终于控制不住心中的情绪 眼泪一滴一滴的掉下 憋屈啊,心中真憋屈 不提商业上的竞争 父亲也是被丁闯气到这样 可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可以不共戴天 但也不能反对可以生存在一片土地 他挂断电话 失魂落魄的从床台上跳下来 吩咐说 让公司法务部准备 连夜前往中海 同时以我的名义 罚文道歉 然后主动关闭网站 他说完这些,长出了一口气 彻底认输了 短短十分钟后 企鹅新闻网站页面全部锁定 热度榜被清空 新闻界面也被清空 只剩下一条新闻 马腾代表企鹅新闻编辑部 向丁闯先生道歉 文章一共强调两点 一是,承认审查不严的错误 二是,决定开展自查自究 暂时关停网站半个月 当此消息新闻一出 网络上一片沸腾 这个认错新闻 不仅仅证明了女星的清白 网友们也都认为是自己的主持正义 让马腾扛不住压力 娱乐圈五味杂陈 支持丁闯的人皆大欢喜 暗怀鬼胎的人彻底绝望 以前有马腾存在 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 至少丁闯还有对手存在 而现在,偌大的互联网上 只剩下丁闯一个人 变成她的一眼堂 说一句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丝毫不足为过 当然,最震惊的还是商界 虽然大家早就预料到 是这个结果 但看到结果还是吓得一跳 因为这一切发展得太快太快了 从马腾率先发起攻击 到现在不过一天的时间 一天时间舆论几度翻转 最后马腾关门大吉 在商业史上 还从未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省城南山会 赵定昌坐在最前方 所有成员都在 都低着头一言不发 整个会议室内死气沉沉 之前还抱有侥幸 马腾是挡在南山会身前的 一座大山 而现在这座大山认错了 崩塌了 如果不出意外 丁闯的下一步动作 就是要制裁南山会了 而有些时候 敌对未必需要正面对抗 以丁闯现在的体量影响力 说粗鄙一点 若是他能在省城建立 门马新闻分布 门马传媒分布 几乎不用他出手 南山会就会受到 来自上层的打压 赵定昌见所有人都不说话 缓缓开口说 现在在讨论互联网上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都推测一下吧 丁闯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每个人心头都像是被重击了一圈 因为赵定昌的用词太直白 甚至没说多长时间准备 而是多长时间 听起来更像是生命的倒计时 全场鸦雀无声 无人说话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丁闯回来根本不需要合理的理由 只需要按照他的想法即可 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是一个月 他想什么时候回来 就什么时候回来 见所有人都不说话 金飞双手握拳说 其实我们团结一心 完全可以不畏惧丁闯 在这片土地上 他未必斗得过我们 秦天林也暴躁说 我们与丁闯之间 没有任何可以缓和的余地 若是什么都不做 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我们只能拼 也必须要拼 还没到最后 路死谁手还未必呢 两人说完 大家都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们 这番话说的也太不理智了 要知道 丁闯回来绝对不是打着对抗的名义 而是投资者的名义 以当下丁闯的名声 本地怎么可能拒绝呢 它有标杆的作用 只要丁闯放出风声 要回来投资 明天就会清水泼街 家道欢迎 赵鼎昌也看了看两人 又把目光在所有人脸上看了一遍 其实如果大家真的能团结 一心 确实未必斗不过丁闯 问题在于 大家能团结得起来吗 面对驶来的自行车 大家能手拉手赌路 面对摩托车 大家也能一起发力拦住 面对汽车 就会有人放手 而现在的丁闯相当于一辆火车呀 有几人能毫无保留的对抗 只是身为会长不能把话说得更明白 在没受到冲击之前还是要提起士气的 清了清嗓子 准备开始动员 我觉得 座位上的高建国忽然开口 丁闯最多还有一个月就会回来 哪怕他不回来 我们这里的人也会让他回来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满面费解 高建国又说 因为还有一个月 是他父亲过生日啊 此言一出 会议室内更加死气沉沉 众人都开始慌了 金飞和秦天琳手指在不受控制的颤抖 赵定昌把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只剩下一个月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然先生 第1588集 此时此刻 死气沉沉的不只是南山会 京城刘志等人 同样如此 他们也觉得很恍惚 事情发展得太快了 在舆论刚刚起来的时候 还期待第二波 狗咬狗的到来 他们咬得鲜血淋漓 两败俱伤才好 那成想才经过一天 马腾就支撑不住 道歉认输 非常失望 还有中海财团 所有人都变得沉默不语 尤其是石恩赵 痛心疾首 最近 世界经济趋势发表了一篇文章 论述世界未来二十年的主要增长行业 所有行业加在一起总值为一百分 而这一百分钟 互联网行业占据百分之二十九 也就意味着 经济学家认为 互联网行业会在未来经济增长中 提供百分之二十九的比重 现在 内地互联网企业有很多 但是最出名的 最活跃的 无外乎是丁闯的门马新闻 尤其是当下 马腾已经道歉 关停网站 门马新闻会更进一步 当初为什么不让他加入中海财团 后悔呀 此时此刻 所有人议论的中心 丁闯正在通话 电话另一方 正是南山会提到的 父亲 只不过刚刚与父亲聊两句 电话就被母亲抢了过去 葛翠萍说 你爸不好意思问 我就问问你 下个月是你爸过生日 能不能回来 电话里依稀传来老丁的声音 我才多大 过什么生日 你想让他回来就直说 别提我 回去 丁闯确实想回去 当初还曾立下誓言 说一定要多陪陪自己在乎的人 和在乎自己的人 不想让曾经的悲剧重演 可后来忙着忙着就忽略了 现在回去也不会再有任何危险 当初还顾虑南山会会铤而走险 而现在吓死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 回去恐怕就没办法轻易离开了 荣归故里怎么能不投资呢 投资太少会被人骂 投资太多 又势必会与南山会产生交集 怕倒是不怕 只是现阶段还是想稳固自己的地位 葛翠萍见丁闯没有第一时间回应 还以为为难 立即说 如果你工作忙就算了 还是你的工作要紧 对了 工作再忙也不能忽略自己的终身大事 你年纪也不小了 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 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还有 网络上那些造谣生事的新闻针对你 主要就是因为你还没结婚 如果你成家了 他们就找不到理由 丁闯耐心听母亲说完笑着说 我回去 正好我也想家了 下个月一号就回去 事业做得再大 如果不能让身边的亲人跟着开心 有什么用呢 真的 葛翠萍声音明显变得激动 顿了顿 又说 如果你工作忙 也可以不回来 没事的 不忙 都处理好了 正好我也想家了 妈 我要吃大鹅 好 又聊了几句 随后挂断电话 丁闯静坐了一会儿 随后对身边的林记者问 我最近一个月什么安排 自从从米国回来 开始着手与马腾对抗以来 林记者不仅仅负责公司 还充当秘书的角色 很多事情都是先找他 由他记录在案 然后再告诉丁闯 林记者文言拿出笔记本 按照上面写的说 首先是马头 今晚十点落地 明天上午开始商谈股份收购 你是明天下午四点的飞机 去京城开首届互联网大会 然后就是与哥哥电视台谈股份 根据日程安排 未来一个月内有十二家电视台 还有几个相关部门 在下个月一号之前 你还要回海连一次 时间没定 但需要三天时间 丁闯思考了片刻 回海连是要去看五女王和许表表 与电视台谈出售股份是必须做的 因为公告已经发出 若做不到容易被反噬 去京城开会也推脱不掉 其实他本不想去 因为提议召开本次会议的刘志 还提议组建互联网行业协会 与他不对付 奈何自己最近风头正盛 又是互联网人 若是不去很容易成为诟病 马腾也必须要见 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 丁闯点了点头说 就这些吧 不能再增加行程了 如果能压缩 尽量压缩 这次回去一定会撞到南山会 必须要留出充足的时间 嗯 好 林小雪也点点头 丁闯看他脸上的表情 有些许的失落 诧异地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大事他能沉得住气 小事他不在行 林小雪挤出一抹笑容 没事啊 就是还觉得不可思议 马腾居然道歉了 还带着团队来 丁闯打断说 说实话 林小雪愣了愣 看着丁闯的眼睛娇羞爽 我也很长时间没回家了 也想回去看看 丁闯顿时无语 不就是回家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但很快反应了过来 林记者要表达的 不只是这个意思 更是要与自己一起回去 而一旦与自己一起回去 是不是要见到父母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他内心还是渴望得到名分的 丁闯忽然变得沉默 并不是没办法回答 而是有些事情必须要想了 身边的女人除了林记者之外 还有许表表 吴女王 周琳琳 有关系的还有林姐姐 至于米冰冰 钱乐乐 叶茜 大家都是各取所需吧 他们以后会遇到更好的 但许表表几人必须要解决 总不能就这样一辈子 哪怕他们愿意 自己也不能让他们这样 林小雪见他不开口 赶紧说 如果公司业务繁忙就算了 现在用抠抠可以视频 回不回去都一样 丁闯忽然一笑 视频再如何清晰 也不如见面呀 正好 这段时间你也把工作处理一下 我们一起回去 我爸马上要过生日了 你还要参加呢 老人看到你会更开心的 林小雪眼前顿时亮了 真的 当然了 林小雪脸色一红 娇羞说 那好 我先去工作了 他说着 快速地转身出门 丁闯见他离开 抬手揉着太阳穴 头疼 比如何处理马疼还疼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然先生 事实上 林小雪从来都是最合适的妻子 也是老人最喜欢的妻子模样 长得眉清目秀 一看就心地善良 是能勤俭持家的好手 丁闯曾经也想过要与林小雪相伴一生 当然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只不过如果真的给他名分 其他人怎么办 许彪彪不提于他的感情 就是董爸爸那里也没办法交代 毫不夸张地讲 能走到今天 董爸爸功不可没 想当初还没有脱离低级斗争时 与海莲郑贤发生矛盾 就是董爸爸出手摆平的影响 若非他出手 恐怕现在会在某个耗子内采缝刃机呢 周琳琳 这个女孩向来不争 只是在自己空闲的时间出现 而且与她也算是生死之交 当初林天耀要弄死自己的时候 是她三更半夜陪着自己跑路 五女王更不用说了 她原本已经做好单身一辈子的准备 是自己拨动了她的心弦 她未必需要名分 但一定要有个交代 否则她真的可能孤独终老了 林姐姐在这些女人中 恐怕林姐姐是最容易处理的 她是林远海的独生女 未来也势必要继承林远海的产业 有足够精神寄托 只不过不仅仅是林姐姐 还有其他女人包括在内 从自己的角度来讲 实在没办法想象 她们躺在其他男人的床上 这是出于雄性天生的占有欲 难道都要 按照现在的规矩貌似不行 丁床也不知想了多久 最后头晕脑胀 也没想出结果 最终只能用车到山前必有路 传到桥头自然直来安慰自己 看外面已经天黑 起身下班 第二天 丁床并没有去公司 而是在酒店进入会议室 身边还坐着连夜赶来的葛中天等人 上午九点半 会议室的房门被推开 马腾带着企鹅的团队走进来 当他看到丁床顿时一愣 这是第一次见面 但这张面孔已经看过了不下千百次 可见面还是被吓了一跳 真的太年轻了 若是他换上一身休闲装 走在大学校园里 没有人会怀疑他不是学生 丁床主动起身伸出手 马腾走到他的位置 隔着会议桌伸手说 见面我并不意外 只是没想到 第一次见面会是这种情况 这让我很意外 但让我更意外的是 你比想象中的要年轻 不只是他 整个团队都被吓了一跳 整个团队中百分之五十的人 从年纪来看都能做他的父亲了 丁床双朗一笑 哈哈 年轻不能成为你的借口 但却是我的筹码 马总 祝我们商谈顺利 马腾迅速明白什么意思 还告诉自己 不能因为他年轻 对公司抱有怀疑 从而提高自己的条件 当然 有开玩笑的成分 于是也笑着说 祝我们商谈顺利 双方落座 接下来就是正式商谈环节 丁床要收购的是企鹅聊天 可以看作是母公司 如果是之前的企鹅聊天 最多估值五个亿 因为空有用户基数 没有盈利能力 运营维护还是很大的负担 现在多了企鹅传媒 企鹅新闻 价格自然要贵一些 丁床给出的估值是九个亿 要收80%的股份 也就是7.2亿 但马腾的估值是16个亿 要12.8亿出手80%股份 其实这个估值 对马腾而言已经很亏了 毕竟从双方开始都到现在 所花费的资金 差不多都有12.8亿 相当于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什么都没做 还把企鹅聊天 企鹅新闻 企鹅影视 白白送给了丁床 心里憋屈啊 丁床对这个估值强烈反对 也清楚 马腾要收回对抗时的资金 但生意是生意 不能有半点的富人之恩 马腾花出去的十几个亿 多数都是用来公关 打广告 举办歌唱大赛 这些都是无形的 没有附加价值 更不能充当资产 双方唇枪舌战两个小时 对对方拿出的条款逐一对照争辩 一条一条的距离力争 甚至中午吃饭都是在会议室内吃的盒饭 中途又给了双方半个小时开小会的时间 直到下午三点钟 双方终于签下合同 企鹅聊天 坐价12个亿 丁床仪9.6个亿 收购80%股份 同时马腾仅有8%股权 担任门马集团董事 企鹅聊天总经理 随着双方的握手 会议室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以后我就是丁总的员工 还请丁总多多关照 马腾看着丁床说得格外真诚 来这里就想好了 正如父亲所说 既然撞不动丁床这艘船 那就加入 丁床看着马腾的表情 忽然有些想笑 没想到有朝一日 马腾变成自己的打工人 要不要在他办公室门口 放一个卡机 让他办理会员才能进公司 不对 应该是从进公司大门就开始 VIP进入大厦 为VIP乘坐电梯 若是想进入办公室 还要再付费 收回思绪 他开口说 这样说不准确 其实我说过企鹅聊天 不仅仅是因为企鹅聊天本身 还因为马总这个人 我相信 企鹅聊天在你的带领下 一定会白齿干头 扶摇直上 马腾听到这话愣了愣 随后忧愿地说 丁总 我总觉得你说这句话 好像是在骂人呢 会议室内响起了一阵和谐的笑声 丁闯一头黑线 说的是真话 怎么没人相信呢 只要马腾继续带领企鹅聊天 自己只需要告诉他 可以代理游戏 可以办理各种颜色的钻石 营收直接就会上来 当然 这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抬手看了看手表 时间差不多了 笑着说 走吧 去机场 四点的飞机 要去京城开互联网大会 再不走时间就来不及了 马腾错愕说 你还有事 我们不一起开个性工业 这句话把丁闯问住了 他反问说 互联网大会你不去 他毕竟还是国内流量 最大的软件老板 马腾双手一摊 互联网大会我知道 但是我和刘志关系很差 他没邀请我 丁闯无语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所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590集 京城 刘志 李洪洪 吕归海等人 再次坐到一起 是酒店的雪家室 他们来这里询问酒店 关于明天开会的细节 也就坐下来聊一聊 刘志稳稳地坐在C位 手中拿着一根雪茄 笑着说 到目前看来 来开会的人数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啊 看来成立协会 是众望所趋嘛 啊 所有来京城的互联网从业者 都入住指定的酒店 他作为主办方 手中自然有统计 李洪洪说 一共发出了58张邀请函 除去临时有事出国的6人 已经入住酒店的45人 其他人也在路上 可以说 只要大哥发出邀请函的 都来了 刘志文言一笑 脸上浮现出浓浓的骄傲 互联网在国内属于新兴行业 虽然最近两年发展得很快 但大家总体上而言都是在各自为政 除去地区之外 交集并不多 谁能把这些老板组织起来 也只有自己了 大家都给面子 他又问 会议是明天上午召开 根据会议流程 要提议组建互联网行业协会 同时要选出会长和副会长 还有其他的职位 如果一切顺利 中午之前能结束 也不知道会不会顺利啊 他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吕归海笑着说 哎呀 大哥就不要担心了 这是京城 是咱们的地盘 你又是大家心中的大哥 这次会议啊 本就是你提议的 谁敢跳出来啊 至于选举 我今晚联系几位 明天参会的朋友聚一聚 大家把想法交流一下 此言一出 流至红光满面 吕归海 这是在表中心 告诉自己 不需要担心会长之位 事实上 他本身也不担心 放眼整个互联网行业 除了自己 还有谁能当会长 不要说互联网行业 哪怕是国内整个商界 有几人能与自己正位着 自己可是研究所出来的 谁不给几分薄面 他点点头说 与他们小聚一下也好 都是朋友嘛 要相互多沟通 对了 丁闯到没到 他可是娱乐圈最会做生意的人啊 也是生意圈最会搞娱乐的 他不出现 会少了很多的乐趣 虽然期盼中的狗咬狗并没有出现 但自己与丁闯的仇还没过去呢 做骑马新闻的时候 被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辱骂 差点气到住院 这个仇要报 当然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现在没机会 等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狠狠地咬他一口 提到丁闯 李洪洪和吕归海同时一愣 都摇了摇头 没有 目前还没有接到丁闯来的消息 刘志本来就下沉的眼皮又垂下来 看来这个家伙很硬气嘛 居然敢不给自己面子 他以为能斗得过马腾 就是人中龙凤了 不要说从商界角度 就是从互联网角度 在座的谁资产比他低 他不冷不热说 看来我们这位丁总架子很大嘛 全国互联网通人几乎都到场 就差他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走吧 他说完 把雪茄丢掉 随后起身出门 李洪洪和吕归海相互对视了一眼 知道丁闯在刘志的心中又减了一分 只要刘志抓到机会 他一定很惨 但现在也不能说什么 起身跟在身后 三人一起乘坐电梯下楼 走到酒店大堂 恰好两人迎面走进酒店 一名穿着淡黄色 波西米亚风长裙的大美女 挽着一名穿休闲装青年的手臂 不是别人 正是丁闯和周琳琳 丁闯见到刘志三人 原本很美好的心情顿时被打扰 要说国内最反感的人是谁 非刘志莫属 因为这家伙已经坏到骨子里了 这次之所以来参加 也并不是出于刘志的邀请 更是想来认识朋友 同时防止刘志被厚嚼舌头 当成没看见 转身走向另一边 刘志看到丁闯的动作 气得嘴角颤了颤 主动开口说 丁总 遇见老熟人不打声招呼 不礼貌吧 李红红和吕归海同时看过去 丁闯闻言不得不停下脚步 继续无视显得小肚鸡肠了 转过头 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笑着说 哎呀 原来是刘总啊 这刚才我就觉得面熟 但是没敢认 哎呀 刘总 这么长时间没见 你更老了 这脸上的皱纹都多了 哎呀 要我说呀 你也不要试一试都亲力亲为嘛 这凡事要多给年轻人机会啊 刘志听到这话脸色更难看了 冷冷地说 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没想到还真是 让我给机会 是什么意思啊 你还想做互联网协会的会长 丁闯当然清楚 刘志是个权力迷 后来他也组建了很多协会 无一例外都是担任会长 所以那番话也是故意说的 丁闯波澜不惊地笑着说 哎呀 刘总的嘴巴真丑 是不是几天没刷牙了 这样可不好 要多刷刷 刷牙不仅可以清新口气 还可以保护牙齿 你说你这年纪也不小了 若是将来牙掉光了 没办法吃饭怎么办 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 哎呀 至于当会长嘛 我还真没有想法 不过刘总愿意让我当 我也没意见 毕竟身上已经有了一个会长头衔 非常清楚怎么当好会长 刘志气得脸都绿了 全身直颤 双眼狠狠地盯着丁闯 恨不得给他两巴掌 放眼整个内地 谁敢无缘无故骂我刘志 谁敢呢 也就眼前这个无耻的家伙 他不仅敢骂 还敢动手 丁闯 李红红听不下去了 怒道 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 能邀请你来互联网大会 是给你面子 你别给脸不要脸 吕归海也发怒说 不要以为赢了两次 就天下无敌了 年轻人 还是要低调一点好 丁闯冷冷一笑 虽然大家没有达到 不死不休的地步 但一定是敌人 尤其是面对刘志 根本不需要客气 看了看两人 随后抬手在鼻子前扇了扇 真臭啊 以前听人说 这狗见狗 不是闻就是舔的 请问你们舔刘总哪儿了呀 能把嘴巴舔得这么臭 这刘总嘴里 好像也是这股臭味 你们仨一模一样 说完 直接走向前台 边走边对周林那说 这在这儿还能闻到哪 真是臭死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三人看着丁闯离开的被摇 懵了 完全没想到丁闯 能说得如此难听 简直满嘴喷粪 还喷了自己一脸 这可是五星级酒店大堂啊 上流人士出入的场所 他更是在国内很知名 居然能说出如此粗笔的话 下一秒 三人勃然大怒 刘志咆哮说 我敢你大爷 说话间疯了一样冲过去 都已经被人起脸输出了 怎么能容忍呢 吕归海和李红红同样如此 快速狂喷 丁闯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传来 迅速推开周林林 同时转头挥拳就打 他们既然动手 也不能吃亏不是 刘志完全没有防备 被丁闯转身一拳放倒 躺在大厅之中一动不动 好似昏迷 李红红和吕归海完全忽略刘志 冲向丁闯左右开弓 丁闯也毫不畏惧 但不能只眼前亏 看着李红红提来的脚 迅速抬手抓住 赶紧向后退 只向后退了两步 李红红重心不稳摔倒在地 只剩下吕归海一个人 非常简单 抬起手臂挡住吕归海打来的拳 同时迅速一击直拳 砰 一拳打在吕归海的左脸 趁他没有反应 防守的手臂画拳打在右脸 身体不断向前上压 又连续两拳 把吕归海打得七昏八速 最后一脚踢倒 几乎是同时 大厅内传来密集的脚步声 一群保安快速地冲过来 赶紧把两方队伍隔开 松开我 别够我 想盯的 老子今天我弄死你 李红红已经站起身 满面猙獰 要冲向丁闯继续战斗 丁闯站在原地甩来甩手 淡淡地说 傻 傻缺 说完对面前的保安说 啊 认识我吗 安保犹豫了片刻点点头 谁不认识丁闯啊 这段时间都在讨论 丁闯笑着说 认识我就好 我住在1503房间 有问题去房间找我 说完转身离开 回来 回来 李红红毫无形象地呼唤 你们他妈的是不是傻狗啊 让他回来 快拦住他 操 保安不为所动 还是拦住他 李红红快要气到晕厥了 三个打一个 居然被放倒两个人 简直是奇耻大辱 被骂了还被打了 传出去算怎么回事 眼睁睁看着丁闯消失 低头看着还在昏迷 眼睛已经肿胀地流至 又看看被打得 面目全非的吕归海 心里憋屈至极 楼上 丁闯走进房间 神清气爽 很久没动手了 全当活动身体 你伸手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好了 周琳琳不可思议地问着 依稀记得 曾经他也会动手打架 但绝对没有如此干脆利落 刚刚几乎是两招放倒两人 最后压着吕归海打 丁闯淡淡地笑道 朱刚走的时候教了我要领 再配上我的天资 已经化身成为武林高手了 周琳琳被逗得扑斥一笑 随后担忧地说 就这样打了他 会不会有麻烦呢 毕竟明天就是互联网大会 刘志还是主办者 而且吕归海和李洪洪的身价也不低 在互联网行业的分量也很重 他们给你穿小鞋怎么办啊 任何人都知道 此事绝对不能善罢甘休 天底下没有打了人能白打的道理 而这是在京城 万一对方报复呢 丁闯笑着说 没事 兵来降挡水来涂眼 不用担心那些 先洗澡吧 坐得累了 洗完早睡觉 事实上 丁闯也有故意激怒他们的成分 如今召开互联网大会毫无悬念 刘志必然担任会长 因为他不仅仅还是互联网行业的大佬 曾经在研究所的时候 更结交了很多商界的人 可以说人脉非常广 在他的小圈子内 已经被人叫大哥了 虽然现在还不是人们说的教父 却也有足够的分量 否则当初石恩赵怎么能给他面子 丁闯不想让他当 却又无力阻止 所以只能想办法谢谢火 骂他揍他都是很不错的办法 至少看他明天如何出席互联网大会 丁闯没有再多想 走进浴室泡澡 至于刘志找人报复 他如果敢耍流氓 那就要与他讲道理 也就是报警 若是他报警 酒店有监控 是他先动的手 无论怎么讲都有道理 与此同时 整个互联网圈已经炸开了 什么 丁闯与刘志三人打起来了 就在酒店大堂 我靠 我就在楼上 居然没看见 丁闯是真的刚啊 之前就与刘志不合 这次还不趁机缓和 居然打起来 这不是在加深矛盾吗 明天互联网大会 刘志怎么可能放过他 明天互联网大会 能不能召开还未必呢 我听说啊 丁闯把刘志的一只眼睛 打肿了 这已经睁不开了 吕归还更严重 美股好像都被打断了 人们听到具体情况 都倒吸一口凉气 丁闯还真是比 想象中的更勇猛 不仅商业手段凶残 为人更是凶残 同时 更担心明天的互联网大会 是否能如期召开 人们打探着 学问着 可关于吕归海三人的消息 迟迟没有传出来 更没有人说 明天的互联网大会暂停 所以也只能当成继续召开 人们在等待消息中过了一夜 时间一眨眼 第二天 丁闯早早起床 第一时间拿起手机 上面确实有很多别人发来关于互联网大会的消息 不过都是董爸爸林天耀他们责怪自己太冲动 但没有暂停开会的消息 真坚强啊 丁闯随后放下电话 有些意外 还以为会暂停 周林林已经把早餐端过来 担忧地问 没暂停 丁闯摇摇头 没有 那 周林林还想说话 丁闯笑着说 吃饭 早餐吃得波澜不惊 最后洗漱完毕穿戴整齐 在周林林担忧的目光中走出房间 精神抖擞来到楼下会议室 会 还是要开的 若是不来 岂不是被人看清 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 有两人是做同城服务的 招聘信息的 正在闲聊 你们好 我是丁闯 丁闯主动微笑打招呼 几人的眼球不由放大 像是看到怪物一样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有声剧门马 旁白主播 静然先生 第1592集 他们都蒙住了 不知道应不应该与他打招呼 从互联网行业来讲 丁闯无疑是当下风头最胜 最成功的 说应该巴结他 向他取经也不足为过 可问题在互联网行业 还有更大的老板 做电脑基础的刘志 最大搜索引擎 还登上米国杂志封面的李红红 还有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吕归海 这些人是他的死对头 若他与他交往太密 是不是得罪了这几个人 丁闯见他们的态度为难 也不再为难他们 找到自己的名牌坐下 竟然在主位的左手边 说起来算是二号位置 看来刘志对自己还真是好啊 当他坐下 原本正在聊天的几人同时闭嘴 都不再多说话 只是若有若无地打量丁闯 不只是他们 陆续有人进来 所有走进来的人如出一辙 看到丁闯都是脚步不自然地停了停 随后默默地走进会议室里 遇到老朋友也只是微微点头 不再开口打招 来开会的人越来越多 临近九点 会议室内已经坐了49人 除了刘志三人几乎都已经到场 13米长的会议桌坐了27人 剩下几人坐在第二圈 都是根据自身实力来决定 大家也都没有怨言 只是不知为何 会议室内好像死气沉沉 格外压抑 丁闯可以清晰感受到周围此起彼伏的目光 但没有转头与任何人对视 坐得稳如泰山 8点59分 会议室的房门再次被推开 刘志率先走进来 身后跟着吕归海和李红红 他们居然没有任何掩饰 刘志的左眼周围变成乌黑 还肿胀很高 吕归海脸上有三处紫红色 也肿得很高 李红红 比较正常 噓 看到他们的状态 所有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听说了 但百闻不如一见 没想到居然如此严重 丁闯出手真狠啊 专门往脸上打 让人怎么见人呢 一时之间 会议室内的气氛变得更诡异 他们走路的步伐 像是踩在每个人的心上 丁床也看着他们 嘴角散发出淡淡的笑容 心里却提起了十二分谨慎 他们如此样子来 恐怕是要针对自己吧 三人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刘志坐在最前方首位 李红红和吕归海 分裂右边五六排的位置 从资产实力 知名度的角度 他们应该坐在左右第一 但大家都知道 他们三人是一起的 这样做也算合理 不给大家太多的心理压力 刘志坐稳 在所有人脸上扫了一圈 却刻意地忽略了丁闯 最后严肃开口说 让大家来开会的内容 都已经提前发给大家了 所以我在这里 也就不做过多的阐述 相信大家心里 都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在表决之前 让我们欢迎一位互联网行业 之前应是决定不来 却又用自己时间做完工作 不远万里赶来的朋友 大家鼓掌欢迎 说完率先鼓起掌 这番说辞几乎是居高临下的语气 虽然还没有选举 但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会长了 见他鼓掌 其他人也跟着鼓掌 丁闯自然也没落下 只是很好奇谁会来 缓缓看向房门 随后房门被推开 一名穿着西装革履 戴着金丝边眼镜 俨然一副成功人士样子的男性走进来 当他进入 所有人一愣 马头 众人一阵惊愕 在开会之前有很多故事 大家都知道 譬如当初组建企鹅新闻是刘志的题 用的也是骑马新闻的班底 最后马腾看利润太大 竟然一脚把刘志踢开 所以两人闹得非常不愉快 这次互联网大会也没有邀请马腾 而现在把他邀请来是什么意思 众人下意识地看向丁床 一定是针对丁床 两人是死对头 丁床也是一愣 他来了居然没告诉自己 谢谢谢谢 马腾满面红光 一边走一边双手合十 谢谢谢谢 他走到李红红身边时 李红红站起身说 你坐这里吧 好 马腾也没拒绝 坐在他的位置 当他坐下的一刻 所有人的视线 在马腾 刘志 丁床三人脸上 来回游荡 今天这场互联网大会 有意思了 刘志又说 既然所有人都到齐了 也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现在举手表决 是否组建互联网行业协会 若超过半数同意 则组建互联网行业协会 同时举手同意者 则自动成为会员 下面开始 他说完 率先举起手 众人左右看看 纷纷举手 能来这里开会就代表着同意 有了协会 遇到不公平竞争 有讲道理的地方 也能让大家联系更紧密 是好事 马腾举起手 丁床也缓缓举起手 全票通过 好 接下来进行大会第二项 选举会场 刘志语气没有半点兴奋 若仔细听 还能听出其中刻意压制的怒火 又说 由于大会之前并没有会长提名 所以就由现场提名 我们采取毛遂自荐的方式 若有人认为自己适合担任会长呢 可以举手 自动成为会长候选人 大家在从候选人之中 无计名投票 支持谁 他顿了顿又说 既然是我主办呢 我起个带头作用 我参选会长 他说完举起手 众人同时看了过去 没人开口 也没有人举起手 谁当会长 大家也早就心知肚明 刘志等了两秒把手放下 谁还要参选会长 可以举手 无人回答 刘志又等了两秒 缓缓看向丁床 丁总 你是互联网行业新贵 也是互联网行业的翘楚啊 你不参选吗 他问得很客气 但总有一些咬牙切齿的味道 一瞬间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丁闯迎上目光 微笑着问 你真的希望我参选 当然 你把娱乐协会搞得风生水起啊 我相信 你可以把互联网协会组织得更好 也更能服务大家嘛 恐怕让你失望了 我不参选 自己又不是马疼 给个鱼尔就上钩 在不能服众的情况下 还是别站得太高 容易摔得更疼 刘志重重地看了一眼 收回目光 还有谁啊 无人回答 刘志又说 若是没有 就只有我一个候选人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举手表决吧 李洪洪举手 吕归海举手 马腾也举手 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 最后 丁闯也举起手 刘志 全票当选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锯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然先生 这个结果在所有人 预料之中 只不过 却让会议室内的气氛 变得越来越诡异 刘志连续主导 开会 参选 都没有针对丁闯的意思 现在他又能成为会长 能放过丁闯吗 李洪洪和吕归海 带头鼓掌 众人好像恍然 大雾都开始抬手鼓掌 丁闯也不例外 在很多时刻 还是和群最重要 掌声落下 刘志清了清嗓子 说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与信任 我将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让互联网行业 健康 有序 良好的发展 接下来呢 我也会积极探索 互联网行业的 未来发展方向 与大家一道 为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添砖加瓦 会议室内掌声在起 刘志又说 按照大会流程 接下来应该选举副会长 秘书长等职务 可我却有另一个提议啊 当下虽然大家都听过彼此的名字 但并不了解具体 但并不了解具体为人 若是有我提议 或是毛遂自荐呢 都太过儿戏了 不如这样吧 未来一个月内 是大家考察副会长人选的时间 若大家认为 谁适合担任副会长呢 可以报到我这里来 最后再由大家进行表决 大家意下如何呀 李红红点点头 我认为这样也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要让互联网行业走得更远 就应该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副会长人选 要慎之又慎 吕归海说 我也支持刘会长观点 只有大家相互熟悉 才能选出 更能为我们大家服务的人 他们都已经把话说到这步 自然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 纷纷点头 丁闯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的样子 忽然有些想笑 若是慎重 怎么可能让你当会长 至少大家无记名投票出会长人选 然后再进行表决 你直接说要当会长 即使认定你是会长 谁又能争啊 相当于提前把大家的嘴给堵上 刘志点了点头 好 副会长就在一个月以后选举 接下来就要解决互联网圈的头等大事 目前已经组建协会 大家也都是会员了 那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 让互联网行业重归平静 这件头等大事就是 丁总与马总之间的风波 此言一出 所有人的心脏瞬间提起 就知道刘志把马腾弄过来绝对不怀好意 真的要开始了 吕归海和李红红冷笑地看了看丁床 马腾也若有若无看过来 丁床 眼观鼻 鼻观心 宛若老僧入定 刘志一本正经说 大家都知道 马总与丁总在业务上有分歧 省一马 比的是谁更高明 谁更胜一筹 只要大家不采用那些乌气八糟的招数 我认为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但是啊 有些招数不能用啊 他说着转过头看向丁床 丁总 我问你 为什么要把门马新闻的股份 分给电视台电台呢 你知不知道 这样做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带头作用啊 我们是生意人 不应该与其他层面产生过多的联系 今天你这样做了 若明天再做的同仁 也都采取同样的手段 长此以往 互联网行业将会是 百花齐放的私人企业 还是处处受制于人的下属企业呀 你割肉未阴 也要考虑影响嘛 众人纷纷看向丁床 不得不承认 刘志选的这个切入点非常好 当下私人企业最担心的 就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被其他层面吞并 而丁床却主动引入股东 给的股份比例还不低 大家以前不认识 不能说什么 若存在于一个集体 他的事情对集体而言 就有借鉴作用 若将来有其他单位 也要求让出股份怎么办 丁床向后一靠 缓缓地笑着说 刘会长 别人说出这句话 我还可以理解 你说出这句话 让我就很费解了 你好歹也是研究所出身 跟正苗红 难道不知道我们内地的情况 我们的性质与国外不同 我们能有今天 本身就是在上层的支持下 发展起来的 我的做法就只是 简单地回馈上层 怎么了 你身为会长 竟然值得单独说这件事 是不是说明你很排斥啊 那如此说来 我很怀疑你的性质问题啊 丁床回答得更犀利 一顶大帽子扣上 若是继续反对 就是在反对制度 你 刘志被一见封喉 憋得脸色通红 说不出话 马腾咳嗽了两声 看向丁床主动说 丁总 你可能误会刘会长的意思了 刘会长并不是反对 你出让股份 而是你出让股份的时间 丁总 你可以拍着自己的良心问问 若是你我之间没有斗争 你可能出让股份吗 绝对不可能 所以 你也不是真心要出让 所以你的手段 就是在用上层来向我施压 这个操作手法本身是不对的 李洪洪迅速补充说 丁总 你不要乱扣帽子 我们一直在强调你操作的手法 超越底线 而不是性质不对 不能扭曲事实啊 吕归海也说 商业竞争的手段很多 你的操作手法呀 并不光彩 说句心里话 非常小人 很容易让大家一起跟着招灾 丁闯知道他们是故意针对 也就懒得废话 直接说 好 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我们就要解决问题 你们说吧 想要怎么解决 我与马腾之间的矛盾 说完看了看马腾 马腾故意视而不见 看向另一边 刘志眼中冒出阵阵的精光 开口说 这才是解决问题 该有的态度吗 根据我的想法 事情是你惹出的 自然要你解决 你把电视台电台 引到互联网行业之中 自然也要由你 把他们取赶出去 至少 现阶段要取赶出去 五分 不能出售 他说着 看向所有人 不支持丁闯出售股份的 请举手 李红红 吕归海迅速举手 马腾也跟着举手 其他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心中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刘志太狠了 丁闯若是敢不完成交易 不仅会没有信用 还会得罪电视台 电台等单位 会动摇根本 更会动摇 他在娱乐圈的地位 可既然刘志已经说话了 也就只能举手 一时间 所有人再次举手 刘志满意地点点头 看向丁闯 说 根据会议决定 要求你暂停 向电视台 电台等单位 出售股份 你是否执行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然先生 第一千五百九十四集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先是成为会长 然后给丁闯扣帽子 然后再利用帽子 加整个协会压丁闯 不得不承认 刘志也是一个玩弄全谋的高手 只是他太着急了 想要在一场会上 彻底摁死丁闯 否则可以做得更完美 丁闯抬起手 转动放在面前的矿泉水 执行意味着得罪了 电台电视台 若是对上一家电视台电台 丁闯只需要说一句话 就能碾压他们 可这么多家加在一起 就会量变产生质变 无法得罪 不执行 意味着刘志还要进攻 还要逼迫 丁闯手上的动作停住 笑着说 哎哟 刘会长 你这是公报私仇啊 我们做生意最要坚持的就是信用 话已经说出去了 又怎么能有收回的可能啊 你就是因为我昨天打了你 现在要在公事上下半子 这招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说出来就有些不地道了 刘志气得嘴角颤了颤 丁总 请你慎言 我没有你想得那么卑鄙 公事私事分得很清楚 而且让你暂停出售并不是我个人的决定 而是整个协会的决定 你要认清楚这一点 吕龟海和李洪洪眼里尽是冷笑 只要我们成为大多数 就可以随意地欺凌你 就像你当初利用在娱乐协会的影响力 欺如马腾一样 同样的事情只是角色调换 你憋屈不 丁闯很清楚争辩这些没有意义 重新看了看马腾 马腾迅速把目光调转到别处 丁闯这才开口说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对于大家的期待 我很抱歉 没办法暂停出售股份 话音刚落 刘志顿时重重地一拍会议桌 声音巨大 吓了所有人一跳 他怒吼说 丁闯 这是整个互联网协会的决定 你竟然敢不执行 你还有没有大局观 有没有集体观念呢 你知不知道 你的做法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所有人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到底执不执行 吕归海迅速黑着脸说 丁总 组建协会的意义啊 就是大家互帮互助 共同进步 而现在你已经威胁到大家 必须要执行 若你一意孤行 我会向会长建议 把你踢出协会 踢出 又与当初对待马腾的做法一样 踢出协会并不可怕 毕竟曾经就是单打独斗 但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就很可怕 在互联网行业打拼 总会需要其他的公司 最简单的说 若要招聘员工 还是在招聘网站上最便捷 若他们不让门马新闻刊登消息 会多一些周折 李红红也义愤填膺说 协会是大家的协会 我们绝对不允许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会长 我也建议踢出丁闯 众人全都保持鸦雀无声 静静地看着 刘志没有说话 依然在盯着丁闯 在等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的答案 丁闯说心中不愤怒是不可能的 当初自己好歹掌握了绝对理由 而现在他几乎就是在 可有可无的事情上往死里逼 也在说明他眼眶确实很黑 足足过了十几秒 丁闯开口说 抱歉 我还是要信守诺言 李红红迅速说 我踢踢住他 吕归海也说 踢出丁闯 好 刘志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 直接说 鉴于丁闯危害整体的行为 现在就是否踢出丁闯进行投票 同意的举手 说完率先举手 这次大家的举手速度显然慢了许多 其实啊 他们还是很愿意与丁闯产生交集的 毕竟当下的互联网行业 丁闯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手握超过5000万注册用户的门马新闻 更掌控粉丝人数累积在一起 是国内人数倍数的娱乐圈 与他有交集 有百利而无一害 奈何刘志加上李洪洪和吕归海的实力实在是太强 更何况还有一位手中掌握更大流量池的马腾 面对别人还能支持丁闯 面对他们是四人加在一起 没有选择的余地 人们犹犹豫豫 还是举起了手 丁闯见状 缓缓起身 既然已经不再是互联网协会的会员了 也就没必要在这里了 你们继续开会 哦对了 还有一句话要送给你们 千万别惹到我 否则弄死你们 说完准备离开 刘志忽然开口 站住 刷 丁闯猛然转身 眼神不善地盯着刘志 刘志被这眼神吓得毛骨悚然 他也不知为何 居然会对这眼神感觉到害怕 但很快便恢复了 他义正言辞地说 你先别着急离开嘛 接下来还有内容呢 虽然你不再是互联网协会的会员了 但也可以列席参加 而且 我相信你更愿意在会议上知道 而不是从别人嘴里得知吧 只是把他开除出协会 怎么能达到目的呢 还要继续逗他 狠狠地碾压 丁闯冷冷一笑 好啊 我也想看看刘会长 还要用什么招数对付我 到底有多上不得台面 刘志像是没听见 把视线看到另一边 与他争口舌之力没意义 要打他 还要打疼他 又一本正经地说 既然协会已经组建 在座的各位就是集体 就是朋友 继续刚才的话题啊 由于丁闯的错误决定 让我们的会员马腾损失惨重 接下来 我们要谈论一下 如何帮助马腾取得优势 众人想 这也太他妈损了吧 李红红和吕归海 讥笑地看向丁闯 惊不惊喜啊 意不意外 在你的面前 讨论应该如何打你 马腾 弱弱地抬头 看了一眼 盯闯 不知在思考什么 刘志又说 既然大家都不说话 那我们就先让马总说说 他需要哪些帮助 大家看看能不能解决 众人纷纷点头 看向马腾 马腾也不矫情 清了清嗓子 严肃说 目前一共有三点 第一 资金问题 企鹅新闻需要运转资金 第二 娱乐行业的市场问题 我需要海外市场 第三 国内市场的问题 目前企鹅影视名下明星太少 人心靠拢不足 只要能解决这三点 我就能反败为胜 刘志点点头 面向所有人 嗯 接下来就围绕着这三点 开始讨论 我们每个人 究竟能给什么样的支持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595集 支持 能给什么支持啊 听到这话 众人脸上都闪过了一抹为难 之所以同意成立协会 参加协会 本质上是要通过协会力量 获得好处 说的再简单一点 哪怕是不能获得最直接的支持 大家也能坐在一起 研究一下发展方向 可现在倒好 协会才刚刚成立 我们还没获得任何好处 就要为你的一己之私买单 若是摇旗呐喊也就罢了 而你是要我们付出代价呀 大家都不开心 刘志健没有人说话 也不傻 心中愤怒归愤怒 但也知道 这些在损害大家的利益 其实若有人负荷最好 没人负荷 也能起到带头作用 偷偷地给李红红 使了一个眼色 李红红迅速说 我可以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 大致为八千万左右 八千万 对比之前 马长林给的十五个亿 太少太少 但是单从这笔数字而言 尤其是对大环境 刚刚起步的互联网行业来看 不少了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钱 所以要解决钱的问题 吕归海也说 我也可以支持一部分资金 七千万吧 拿出这笔数字 不影响我正常经营 两人加在一起 一点五个亿 刘志健两人说完 大家依然没有说话的欲望 主动说 既然大家都选我当会长呢 我也要起到表帅作用 我支持马总一个亿 用于渡过难关 共计二点五个亿 听到这笔数字 大家都在心中 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为了对抗丁闯 真是下了血本啊 毫不夸张地说 今天在座的几十人 至少有一半的身价 达不到二点五个亿 而这 只是刘志支持马腾的资金 事实上 刘志三人快要被气得爆炸不假 但也不会毫无章法 常言道 新官上任三把火 刚上任就烧丁闯 确实会给人以权谋私的感觉 别说是火了 而是冰 所以要在支持马腾上 拿出大家意想不到的数字 展示实力 让他们更为紧密地 围绕在自己周围 我的公司与诸位比不了 但身为协会议员 协会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 支持一百万 果然 影响展现出来 别看一百万这个数字不大 但也算是在刘志的强势之下 表明态度 其他人纷纷跟从 说 我出一百万 我支持一百万 我出一百万 眨眼之间 这些人又凝聚出五千万 总资金来到三个亿 你们就心甘情愿地 被他们当枪用 丁闯忽然开口 不冷不热地说 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看到刘会长支持马腾的力度 想着表明忠诚 若以后自己遇到困难 也想在协会内找到援手 可是啊 这个世界上最肥的总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更不要说现在还有特定的背景 你们确定以后自己遇到困难 刘会长也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们 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此言一出 众人脸上火辣辣地烫 这家伙也太不讲规矩了 没错 拿出一百万就当是表个忠诚 可这话不能说出来啊 顶床 李红红忽然开口怒目圆争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我们并没有以权谋辞 只是支持会员而已 不只是今天 以后会员中有任何人遇到困难 我们也会支持 吕龟海冷冷一笑 不要在这里煽风点火 你认为在这里有人想听你讲话 不要像个跳梁小丑一样 哗众取宠 最后丢人的只能是你自己 丁闯丝毫不退让 笑着说 那好啊 若是你们没有私心 现在就把话说明白 以后如果有其他成员遇到困难 你们是不是也能提供 同样力度的支持 如果能 你就说以后谁需要资金 就借八千万 还有你 你说七千万 如果你们敢说出来 我现在就扇自己两巴掌 你们敢吗 啊 话音落下 李洪洪和吕龟海被气得咬牙切齿 敢 真的不敢 因为这句话并不是说说而已 大家为何会如此愿意成立协会 就是因为互联网行业欣心向荣 但自己能力却跟不上 简而言之 想得很远 能完成得很少 这时候就需要外力 协会就是外力 如果现在把这句话说出来 很难保证有没有人提出要借钱 拿出八千万 看似轻描淡写 实则已经是极限 甚至不需要两个人 只有一个人提出借钱 自己的资金链就会断裂 怎么可能说出口啊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刘志缓缓开口 轻蔑地扫了眼 盯闯 随后说 大家遇到的问题不一样 所需要的帮助自然也不同 如今 马总面临的是破产危机 所以提供的力度自然要大一些 若是在座各位 以后谁遇到同等的危机 我们大家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对不对啊 此情此景 谁能说不对啊 都纷纷点头 丁闯笑了笑不再说话 因为大家都赞同刘志指路为马 说太多反而无益 只需要一句话 给大家心里留下种子就可以了 李洪洪和吕归海也冷冷地一笑 刘志缓缓说 好了 接下来我们谈论第二点帮助 马腾提出的需要海外市场 这点我相信大家都有人脉 因为我看在座的各位啊 有三分之二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 大家应该有朋友从事国外的娱乐行业吧 这样说 显然是在提醒所有人 你们也应该发力了 你们只需要介绍一下朋友给马腾 未必是动用你的关系 甚至有可能因为你的介绍 让大家都获益 感情还能更进一步 这句话大家都听懂了 有人站出来说 我是在米国留学 我有个大学同学 目前正在迪斯尼工作 我可以把他介绍给马总 又有人说 我是在西方留学 我还真有个朋友是搞艺术的 不过他是位画家 若是马总有需要 你们可以联系 其他人也说 我在英国留学 我有一位客户是导国的 可以问问 煞时间 协会的力量展现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若这些人齐心协力 做一件事 所展现出的力量 非常恐怖 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 他们加在一起 在国内外娱乐圈的力量 甚至可以对抗丁闯 刘志非常满意 点了点头 听到这儿 大家又开始变得沉默 大家加在一起的娱乐力量 可以对抗丁闯不假 但也要用出很大力量 而且丁闯在国内的娱乐 势力太大 抢夺国内力量 相当于对抗丁闯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而是值不值的问题 迟迟未开口的马腾 见大家都不说话 终于主动说 其实我公司新签约了 很多优秀艺人 虽然目前企鹅新闻关停 但企鹅娱乐还在继续 这些艺人有合同在 还属于我公司的艺人 最最重要的是 与南湖电视台合作的 歌手大赛还在 从前期宣传工作来分析 这是一个必定火爆的节目 选手们也会有很大的曝光度 这番话相当于另辟蹊径 给大家提供一个 可以进攻的点 刘志生怕他们听不明白 又补充说 大家不要忘记了 马总最先提出的口号 要再造一个娱乐圈 肃清娱乐环境 所以我们要支持啊 听到这话 丁闯再次开口说 已经开始忍不住 露出本来的面目了 互联网行业是互联网行业 娱乐圈是娱乐圈 我很不清楚 在今天的互联网大会上 为什么会出现讨论 给娱乐圈支持的事 刘会长 你手中 不会还有企鹅新闻的股份吧 想用大家的力量 为你自己添砖加娃 确实 现在讨论的都是支持马腾 已经有些偏题了 不等刘志开口 李洪洪再次跳出来 丁闯 我也很不明白 你为什么有脸 继续跳出来山风点火 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 只有你一个聪明人啊 互联网行业的基础是什么 是流量 而目前国内可以最快 稳定流量的方式是什么 当然是明星 我们确实是在支持娱乐行业 但本质上是在支持马总稳定流量 你如此着急站出来 不会是急了吧 他内心非常想笑 因为不难猜想 丁闯已经气得血液倒流 但还不能说出来 怎么能不着急呢 吕归海阴阳怪气地说 娱乐圈啊 可是丁总的大本营 若是娱乐圈垮了 他还剩下什么呀 有句老话说得好 越是敌人反对我们做的 我们就越要做 各位同仁 我们啊 要在支持马藤的路上 坚定前行 千万不能动摇啊 刘志最终说 大家不要听信小人谗言 我可以向你们所有人保证 我在企鹅新闻 没有半点股份 之所以支持马藤呢 也是在支持大家 众所周知啊 目前用户最多的软件是什么 是企鹅聊天 那第二呢 是企鹅新闻 而我们互联网企业 想要发展 最离不开的就是流量 只要马藤的流量做起来 我相信 他一定会反哺大家的 帮助他 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马藤深吸一口气说 在这里 我先谢谢刘会长 谢谢诸位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只要能在国内娱乐圈 占有一席之地 企鹅新闻定会越走越远 众人见已经把话 说到这个份上 貌似不能继续后退 而且真的很需要 马藤的流量 他可以随随便便 造出一个注册用户 五千万的企鹅新闻 若是能把流量 导入自己这里 企业会瞬间起飞 有人说 我的公司正好 缺一位形象代言人 可以从马总公司签约 我的公司 也缺一位形象代言人 也可以从马总公司签约 北河电视台 我可以帮忙联系一下 我可以邀请国外的朋友 来内地考察一下 众人又开始发力 何为再造一个娱乐圈呢 简而言之 就是有人出名 有人出钱 有人追捧 有人买单 他们都愿意买单 加之国外的朋友圈 再加上企鹅的平台 真的可能造出来 一个新的娱乐圈 刘志健他们都同意 红光满面 只要大家都支持马腾 他就能继续与丁床掰手腕 即使最后不能弄垮丁床 也是分庭抗礼的局面 若把时间线放长远 最终落败的一定是丁床 因为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大家能给马腾的支持 也一定越来越大 他终于缓缓转头 看向丁床 玩味地说 丁总啊 关于你的内容 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内部会议了 你可以离开了 让他留下 就是让他亲耳听听如何打他 听完了 自然要让他滚蛋 难道还要让他在这里碍眼 刷 煞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丁床 丁床依然坐稳没动 把面前的矿泉水打开喝了一口 随后看向刘志 问 你确定马腾一定能打败我 刘志半遮掩半直白说 他是互联网协会成员呢 他有我们大家的支持 我实在想不通啊 你要怎么反抗啊 李洪洪和吕归海差点笑出来 反抗 这两个字他连想都不要想 这些人每人一点人脉 就能压死他 他应该要急了吧 真想看看他抓狂的样子 丁闯非但没有抓狂 反而微微一笑 反问 那好 那我换一种问法 你确定给的那些支持 都能落到马腾身上 刘志脸色一沉 丁总 请你慎言 刚刚的一切都是整个互联网协会的决定 与我个人是否确定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从整个协会的角度上来讲 我可以非常坚定地告诉你 这是协会的整体意志 是一定会落实的 一定会落实 吓死你 丁闯笑着说 那好 你们现在就开始落实 我想看看怎么落实的 砰 吕归还重重地一拍会议桌 怒骂说 姓丁的 我们怎么落实 轮不到你来看 你已经不是协会成员了 立刻滚蛋 李红红也怒道 你算是什么东西 还要你看看 现在 立刻滚蛋 他们怒目原睁 若是丁闯 骂街更好 有理由揍他 昨天三个人没打过他 今天几十个人 还能打不过吗 只是 刘志抬起手 音笑说 好啊 既然丁总想看看 那我们就让你看看 最简单的 就是打款 李总 吕总 现在就让财务打款 所有对策 都是昨晚商量好的 虽然没有计划 现在就打款 但钱已经准备出来了 两人文言 同时点头联系财务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597集 他们没有任何遮掩 就在所有人面前联系财物 此时此刻不只是盯闯在看着 所有人都在看着 以为很多话说出来容易 做出来很难 若他们真的能立即打款 说明拿出这些钱并不费力 跟在他们身后也没什么 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完电话 不足五分钟 马腾拿出手机 接了一个电话 随后说 刘会长 李总 李总 刚刚接到消息 资金已经进入账户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悬着的心放下来 原来是真的有实力 虽然大家也都同意打款 不过现在并不着急 每个人才一百万而已 他们三人的资金足够打击 丁闯了嚣张气焰 丁总看到了 李红红不冷不热地问 大丈夫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我们说会落实 就是会落实 现在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刘志和吕归海也看了过来 满脸讥笑 之前让他滚蛋 还算留有面子 而现在已经把资金 打到了马腾账户 就问你的脸疼不疼 不够 丁闯面色如常地开口 即便你们所有人的资金 都到位 也不过是三个亿而已 之前马总可是准备了 十五个亿 仍然没见起什么水花 这三个亿 连个响都听不见 听到他淡然的语气 不只是李红红等人怒了 其他人也怒了 现在大家在齐心协力 要对抗你 你非但不认输不认怂 居然还敢嘲讽 有人不快地说 丁总 你这样的说就没意思了 之前只是落实问题 又有人说 压倒骆驼最重要的是 最后一根稻草 我认为 这三个亿就是最后一根 有人更激动 刘会长 我认为应该叫保安 把他轰出去 其他人也愤怒地看着 他说这些话 就是在强词夺理 难道让大家凑出十五个亿才肯认输 刘志向后一靠忽然笑了 这家伙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不过既然他找打 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打呢 都是他自找苦吃 他随意说 大家不要生气 有句话叫 欲让其灭亡 必先让其疯狂 嘴长在他身上 怎么说是他的问题 但怎么做 是我们的事情 国外的太远了 即使现在能联系呢 也没办法达成合作 不如这样吧 我们先把代言合同签一下 让马总旗下那些艺人 见到一些光亮 也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决心 钱一定不能再拿钱 因为自己也没什么钱了 既然如此 就只能从其他的事情上入手 好 我同意 现在就签合同 已经决定让马腾旗下的艺人代言 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 现在签也可以 恰好可以打鸡丁闯的嚣张企业 李红红亲自联系公司法务部 让他们拟代言合同 很快 几十份代言合同被送过来 上面没有写具体明星 但确实是与企鹅传媒的独家战略协议 马腾在所有人注视中 把这些合同一一签完 当他放下笔 所有人又第一时间看向丁闯 他现在还有什么说的 如果这些合同传出去 意味着马腾有接盘资源 对娱乐圈来说是不小的冲击 刘志主动说 丁总 你不会还说这些合同不够吧 其他人也都笑了 若他还说这些合同不够 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个人已经没有理智了 够 这次着急帮马腾 本质上是对付我 而你们呢 帮助马腾可以说是让自己更合群 也可以说是再向刘志表忠心 但都有一点不可忽略 那就是你们想与马腾搞好关系 想从他那里获得流量 可你们知道吗 在国内流量最大的并不是马腾 而是我 你们刚刚的想法让我很伤心呢 此言一出 大家先是一愣 随后迸发出哄堂大笑 流量最大的是他 疯了吧 李红红忍不住说 丁总我怀疑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啊 诚然 你手中掌控着娱乐圈 可让娱乐圈的明星们发声 但是你以权谋私能谋几次 一次两次还是三次 他们尊重你 你也要尊重他们 别把自己玩废了 吕归海也忍不住说 你只是现在能说出这句话 再过一个月两个月呀 只要马总的外部资源对接上 我真不知道 你还有什么脸说自己的流量最大 众人都以为他说的是娱乐圈 根本没往门马身上联想 毕竟门马的注册用户 只有五千多万而已 丁闯耸耸肩一笑 你们会后悔的 砰 刘志重重的一拍办公桌怒道 姓丁的 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 不要在这里风言风语了 让我刘志后悔 让整个互联网协会后悔 你有什么资本呢 你配吗 其他人也冷眼看了过来 眼中在诉说着 你配吗 丁闯没有在乎任何人的目光 而是看向马腾淡淡地说 你还不站出来 马腾迟疑了两秒 缓缓起身 苦涩说 本还想再享受几分钟胜利的喜悦 可是被你一句话都给戳破了 唉 其实接到刘志的电话就很崩溃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 如果是昨天早上 一定就与他合作了 偏偏是今天 差了一天 结果是天壤之别 他说着 拿起眼前的合同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走到丁闯身后 说 老板 这些都是公司新签的合同 除此之外 刚刚到账两亿五千万 说完 把合同放在丁闯的面前 嘎儿 一瞬间 所有人都懵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马腾 他也疯了 他在干什么呀 刘志皱眉说 马腾 你在干什么呢 你叫他老板 这件事太诡异了 马腾清了清嗓子 掷地有声说 就在昨天 丁总已经收购了 企鹅聊天 百分之八十的股份 成为企鹅聊天 最大股东 而我 现在是丁总的打工人 此言一出 全场死计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收购百分之八十股份 成为打工人 他们不笑了 眼中没有嘲讽了 脸上没有笔了 有的只是脑中 响起的倒倒闷雷 这怎么可能啊 眼下国内最大的 三个流量平台 第一是企鹅聊天 第二是企鹅新闻 第三是门马新闻 而现在 这三家平台 都掌控在丁总的手中 所有人脑中 越响 雷声越大 你 你 你怎么说的是真的 刘志终于缓过神 眼睛瞪得都快掉出来了 马腾 看向他 点点头 说 我有必要说谎吗 听到他再度确认 全体凌乱 岂不是说 刚刚对马腾的一切支持 就是在支持丁闯 我去你妈的 刘志气得直接爆粗口 要支持马腾 就是要让马腾对抗丁闯 可他现在居然是丁闯的人 最关键的问题是 自己还给了他那么多支持呢 李洪洪和吕归海也要开口骂 只不过丁闯抢先了一步 转过头似笑非笑说 刘会长 注意素质 你闭嘴 刘志快要气疯了 暴跳如雷吼着 姓马的 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你他妈敢玩我啊 李洪洪终于有机会开口 怒火中烧 你个帅老 竟然敢刷我们 快点把钱给我还回来 快点 这些钱可近乎是公司的全部资金 如今却被自己白白送给了敌人 马腾眼观鼻鼻关心 早就想到这一幕 如果是之前还需要自己面对 可现在有丁闯 自己可是他的打工人呢 丁闯依然坐得很稳 笑着说 你们又开始骂街了 居然还要钱 哎 我很不明白 你们刚刚还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他 为什么现在居然要钱呀 虽说我有企鹅聊天百分之八十的股份 但企鹅的执行人还是马头 为什么不能继续支持啊 当然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还是互联网协会的会员 你们有什么理由让他还钱呀 刘志正想开口 丁闯竖起手指打断 对了 还有这些合同 需要谢谢你 若不是你的支持 还真不知道该如何锁定这些没有名气的艺人 有这些合同 他们会更稳了 在场所有人都被气得暴跳如雷 简直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呀 恨不得站起来与丁闯拼了 可是又不敢 因为丁闯真不是自己能抗衡的 更何况现在还收购了企鹅聊天 与他相比就是云泥之别 这种事情还是让刘志三人出面更好 吕归海也骂着 放你娘的狗屁 我们之所以支持他 是让他对抗你 现在他已经是你的人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支持啊 现在 立刻把资金还回来 立刻 最后几个字净乎吼出来 吼声震耳欲聋 傻狗 丁闯简洁地骂出两个字 缓缓起身 我不属于这里 你们自己玩吧 有缘再见 不过我还是刚刚那句话 如果你们惹到我 就弄死你们 说完 缓步向外走 马腾弱弱地看了看 跟在身后 见到两人要离开 所有人彻底崩溃了 今天开这场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到最后 居然丁闯是最大的赢家 好像专门为他准备 刘志气的面部都在颤抖 拿起会议桌上的矿泉水 重重地砸在地上 指着丁闯的背后 吼道 信丁的 你信不信 我让你离不开京城 他要疯了 原本计划得非常好 彭起马腾 让马腾先灭掉丁闯 在他灭掉丁闯的过程中 势必会有损耗 自己可以趁虚而入 成为最大的赢家 现在倒好 全都完了 不只是能不能弄垮丁闯的问题 自己的脸呢 被打得啪啪作响 若是传出去以后 还怎么做人 特殊情况 必须要拿出魄力 刷 丁闯听到声音 顿时停住脚步 沉默了一秒钟 转过身说 不需要你让我离不开京城 我现在连会议室 都不想离开 说着 深吸一口气 掷地有声说 各位同仁 大家都是做互联网行业的 你们也知道 互联网行业最大的难点 就是在于流量获取 而我 恰恰是国内最大且唯一大的流量平台 而你们面前的刘会长呢 他的业务甚至与互联网没有太大关系 只不过是一家设备制造公司而已 诚然 他在商业上有地位 有很多朋友 但国内有句老话 叫县官不如县管 现在我也给你们一次机会 我也想组建一个互联网协会 若谁加入我的互联网协会 既往不救 否则 既然已经撕破脸 就撕得彻底一点 没必要再遮遮掩掩 此言一出 所有人心跳陡然加速 丁闯 这是在明目张胆的威胁啊 可现在他确实有威胁的资本 以丁闯现在手中掌控的力量 在互联网领域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怎么斗啊 我杀了你 刘志见他居然敢在自己面前狂跳 心愁旧恨陡然涌上心头 脑袋晃动左右寻找 最后搬起椅子直奔丁闯冲来 丁闯面不改色 也拎起一把椅子准备战斗 奈何 刘志走到一半被人拦下了 丁闯也没有主动进攻 随手把椅子扔掉 激笑说 哎 你也只能无能狂怒而已 你个臭卖组装机的装什么大头啊 真想揍你的时候 你有还手之力吗 啊 刘志听到这话又开始跃跃欲试 被拦住之后只能抬手捂住心口 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丁闯没有继续看他 而是看向李洪洪和吕归海 冷冷地说 你们愿意当狗 那就先打你们 从今天开始 我也建一个搜索引擎 也建立一个购物网站 用门马和企鹅的流量玩命推 就看多长时间玩死你们 李洪洪和吕归海脸顿时绿了 当初企鹅聊天推荐企鹅新闻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破了三千万用户 若是真的进军自己领域怎么办呢 从流量角度来讲 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就在这时 人群中一道干瘪的身影站起来 很瘦小 长得像外星人 在这间会议室里 他的地位处于中下等 他双手握拳 极为坚定说 我决定 加入丁会长的互联网协会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锯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599集 刷 听到他说话 所有人瞬间看过去 眼中露出浓浓的肺解 眼下气氛剑拔弩张 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种时刻站队 岂不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而他竟然真的站出来 还是支持丁闯 姓马拉雅 刘志见他站出来 真的要爆炸了 在这种时刻支持丁闯 简直是用脚在自己的脸上 狠狠地踩啊 他咆哮说 你是不是想死啊 你他妈想站在我的对立面啊 这个人也姓马 叫马云 从商业角度上讲 他的公司还不如马腾的企鹅聊天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还没实现收入 三年多时间以来 一直靠烧着投资人的钱存活 马云听到骂声 内心很生气 但不敢发火 毕竟面对刘志这种大佬 还是不能爆发直接冲突 他开口说 刘会长 我不是要站在你的对立面 而是 我的企业也需要发展 刚刚大家提了很多遍 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流量 而我公司现在最缺的也是流量 如果 如果你能帮我解决流量的问题 我会坚定地支持你 可是 你能吗 听到这话 不只是刘志 所有人都被当头一棒 流量问题 刘志真的解决不了 刘志的优势是什么 有钱 有朋友 有地位 有关系 有影响力 偏偏没有流量 一点都没有 刘志被气得还要大骂 我 丁闯看向马云 波澜不惊说 啊 我知道你 你作为第一个加入我协会的成员 我自然也要像刘会长帮助马腾那样帮助你 缺钱 可以 刚刚我的账户获得了两亿五千万的投资 但这笔钱我不太需要 借给你 同时我四人再拿出五千万 总计三个亿 要流量 也可以啊 我会在一个月之内 通过企鹅聊天和门马新闻 给你导流一千万以上的流量 简而言之 我会全方位的支持 此言一出 刘志三人傻了 马腾和马云傻了 所有人都傻了 因为这番话不单单是支持他的问题 简直是杀人诛心啊 用的钱居然是刘志的钱 他不过多借了五千万而已 至于流量 对他而言只是简单改程序代码而已 这些操作太他妈损了 偏偏非常实用 可以瞬间让一家企业 以十倍百倍的速度爆炸性增长 简而言之 就是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众人缓过神之后 都开始慌乱 眼神在刘志和丁闯之间左右晃动 从商业实力情况来看 一定是刘志更强 而且强很多 但从互联网的角度来看 丁闯要碾压留置几条街 眼前是不是也是自己的机会 刷 又一个人站起来艰难地说 丁会长 我也愿意加入你的协会 生命在于拼 只要筹码下队了 就是几十倍的回报 见又有人站出来 其他人也开始蠢蠢欲动 按压不住心中的躁动 在之前 在刘志和丁闯的对比之下 就是支持刘志 却不愿意得罪丁闯 而现在丁闯收购企鹅聊天 两人的地位陡然发生反转 更何况 已经有人开始吃螃蟹了 再等连一口肉都没了 我愿意加入丁会长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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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瞬间连续二十几人站起来 几乎达到了半壁江山 看到这一幕 刘志懵了 李洪洪懵了 吕归海也懵了 今天应该是摁死丁床的好时机 按照计划 即使不能摁死丁床 也会让他遍体鳞伤 毕竟有了这么多互联网大佬的支持 娱乐圈的那些人也要多想想 可万万没想到 现实却是这个样子 你 你 刘志抬起手指向丁床 心脚痛 他凭什么与自己斗啊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自己可是根正苗红 而他家里最大的能人 不过是个村长而已 他怎么敢挑战自己的权威啊 只是 丁床根本就没看他 而是缓缓转头 看向坐在会议桌的这些人 他们还没站起来呢 刷 这些人看到丁床的眼神 宛若被死神盯上一般 感觉遍体生寒 其实心中也很乱 今天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怎么能闹成这样 原本还心乱如麻 不知道该如何决定 可看到丁床的眼神 很清楚 如果这时候不站起来 就会成为他的敌人 之前不怕 现在他身边也汇聚了一群 互联网大佬啊 又有二十几人站起来 眨眼间 除了刘志三人之外 只剩下两人没站起来 他们的想法也很简单 丁床固然恐怖 可这些人 他根本支持不过来 而在刘志的身边 自己极有可能就是唯一了 丁床认真地看了看这两人 不认识 没见过 没印象 缓缓收回目光 终于看向刘志 笑着说 现在你身边没有人拦着 可以继续行动 把椅子拿起来 打我 确实 刚刚拦住刘志的人 都已经站到丁床的阵营了 也就没有继续拦着 此言一出 所有人脸都绿了 这句话已经不是杀人诛心 而是把人心挖出来 煮熟了再喂给他吃 简直是惨无人道的折磨 刘志文言 自然不能认怂 迅速转身要拿起椅子 只不过他被气得呼吸都困难 更别说发力了 试探地拿了两下 实在没办法拿起来 丁床讥讽地一笑 视线在李洪洪 吕归海 还有剩下的两人脸上扫过 没再多说 因为说再多遍 也不如做一遍 缓缓转身离开 见到丁床离开 马云和马腾快速地跟在身后 其他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也不再犹豫 快速起身 跟在身后离开了 你 你回来 刘志还在呼喊 可丁床已经不听他的 不要说丁床 就连身后的马腾和马云 还有其他人 也都没有停下脚步 吕归海崩溃着说 大哥 现在怎么办啊 李洪洪满脸绝望 大哥 丁床骑人太甚了 还要进军搜索引擎 大哥 大哥 另外两人也围了过来 刘志依然死死看着房门 看着空荡荡的会议室 正要开口说话 噗 一口鲜血喷出来 向后栽倒 大哥 大哥 李洪洪和吕归海 掩疾手快迅速扶住 可扶住也无济于事 因为刘志已经晕厥了 另外两人见状 忽然感觉天都塌了 刘下来本就是想要借用刘志的力量 如果刘志被气到病倒 自己怎么办呢 忽然间极度后悔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600集 与此同时 国内商业大佬们已经被震撼到瞠目结舌 也有一种天塌陷的感觉 在马腾和丁闯争斗之时 大家就敏锐地发现 互联网将会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谁能掌控互联网 谁能掌控流量 谁就能在未来占据一席之地 原本丁闯的门马新闻和在娱乐圈的掌控力 已经能占据一席之地 而现在丁闯居然还收购了企鹅聊天 不难猜想 他将会变成国内独一无二的大佬 中海财团 成员们都坐在一起 大家都在沉默 死气沉沉 成立协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更好的明天 具体一点说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别人只是知道 未来互联网是在主流 那么他们已经了解的深入骨髓 清楚至极 我要检讨啊 当初都是我的错误决定 让中海财团失去丁闯 是我的错 施恩赵有气无力地把这句话说出口 众人纷纷开口安慰 不怪石老 当初是我们一起的决定 唉 石老别自责 虽然是在安慰 可听他们说话声都变得有气无力 原因很简单 也后悔了 丁闯在不久的将来 极有可能成长为巨无霸 而且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巨无霸 中海财团错过这样的一个人物 加入天大的损失 史丽想了想说 如果我们再次向丁闯抛出橄榄枝呢 石恩赵摇摇头 丁闯是个有远见的人 他不会想不到未来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可以这样说 未来十年内 他的财富将超过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的总和 你认为 他会在我们这里当个会员吗 他说这句话并不是随口说说 而是根据发展的速度推测 事实上 现实远远要比任何人推测的更残酷 企鹅聊天的巅峰市值达到9500亿美元 而号称棍国帝王的三星集团呢 巅峰市值不过4700亿美金而已 企鹅聊天能买两个 之所以人们觉得三星更牛逼 不过是在一个小空间内占据了绝大多数 使力想了想 看向林远海 林老 你去说说 林远海文言也露出了一抹苦笑 说实话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以前还能尊尊教诲 而现在 我都觉得自己底气不足 这个世界 钱是人胆啊 我即将比不过它了 全体沉默无言 心中默默地后悔 省城 南山会 同样在开会 同样所有人都坐在一起 只不过 中海财团是后悔 而他们是绝望 前所未有的绝望 原本还在期待 今天刘志能对他大开杀戒 哪成想 到最后是刘志灰飞烟灭 丁床 再一次成功了 现在都不需要丁床 把公司搬到省城 只需要说 把服务器中心设置在省城 那么更上层的力量 就会直接忽然出手 针对南山会 出手的力度 也会是史无前例 南山会根本没办法抵抗 赵定昌见 所有人都不说话 在所有人脸上看了一圈 嗓音沙哑地说 都说说吧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还有一个月 就是丁床父亲的寿臣 只要丁床回来 我们会有很多人借着理由见他 让他在家乡投资 他的条件必然是对抗我们 我们怎么办 当他说完 会议室内仍然一片死寂 不要说其他成员 就连秦天琳和金飞 也不敢再说话 因为再说什么都没用 谁能想到丁床 居然收购企鹅聊天呢 谁又能想到丁床 成为21世纪 最封口行业的领军人物 而且是断了18个层级的断层 纵观他的发展路线 是以娱乐圈为跳板 介入互联网 可当时谁又能想到他会这样 如果知道就会提前布局了 现在大局已定 说什么都晚了 赵定昌等了足足一分钟 见还是没人说话 又开口说 既然谁都没有意见 那就散会吧 等他回来再说 说完竟然直接起身离开了 并非他不想表达意见 是真的已经无能为力 自己的影响力最多是省内 南山会的控制力也是在省内 再说的直白一点 谁能拉动GDP 谁能创造就业岗位 谁就是王者 而南山会本就是固步自封的存在 现在与丁闯更没有可比性了 怎么斗 众人见赵定昌离开都坐着没动 但也都没说话 足足过了一分钟 终于有人起身离开了 现在没办法想反抗 只能想自保 就在有人离开的一刻 南山会已经开始瓦解 并不是被斗争的 而是被吓的 此时此刻 人们都在感慨 丁闯抢了这个世界最大的风口 几乎一个人把风口全部堵住 殊不知 丁闯正在堵人们看不见的风口 酒店 丁闯直白地开口说 我要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丁 丁会长 你不能这样 坐在对面的男人颤颤巍巍开口 满脸惊恶 而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认识的马云 丁闯平静地笑着说 做生意吗 不能一味地付出不要回报 我可以给你资金支持 流量支持 前提是 我要拿到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正如我刚才在会议上所说 我现在的条件 完全可以再创造出一家同样的公司 马总 如果我真的创造出一家同样的公司 你认为你能坚持多久啊 现在之所以与马云坐下来谈 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议上支持自己 另一方面是看重他的能力 马云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如丧考笔的表情 也很清楚 丁闯说的是实话 自己在他的面前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就像当初 马腾用企鹅聊天 给企鹅新闻推送流量一样 那时的丁闯已经有几百万注册用户 已经掌控娱乐圈 还是被打得极其狼狼 自己有什么能力反抗啊 想了想 挤出一抹笑容 说 丁总 那我以后就只能叫你老板了 丁闯缓缓伸出手 两马已经被拴住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恭喜你 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601集 接下来25天 丁闯都在辛勤的工作之中 主要是对门马集团的重新整合 同时掺杂着会见电视台 电台人员 对门马新闻进行股份改制 25天后 门马集团整合彻底完成 由丁闯担任集团董事长 门马集团下属 共计6家子公司 张旭担任 美味斋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葛中天 担任门马模特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小雪 担任门马新闻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腾担任 企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云担任 阿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除了国内的5家公司之外 还有海外的一家脸书科技 由王燕秋担任总经理 同时 6人都挂职公司副总裁 时至今日 门马集团终于走上正轨 放眼国内 在互联网界没有对手 在娱乐界更是独一无二的王者 机场 丁闯缓缓开口 其实 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海莲 去海莲是早就定下来的行程 毕竟海莲还有许表表和五女王在 要去看看他们 而在海莲停留两天 正好回老家 也就是父亲的寿臣 林小雪摇了摇头 笑着说 虽然集团已经组建完毕 但门马新闻和企鹅新闻 还有很多业务要实现互通 很多数据需要对接 等三天后 我直接飞回去就好了 丁闯看出他有心事 无外乎他也很清楚 去海莲要与许表表见面 甚至会聊到婚姻大事 但并没有拆穿 因为现在 确实没有想好该如何处理 他点点头说 好吧 我等你 林小雪甜甜的一笑 好 两人分别 丁闯坐上飞往海莲的飞机 航线是在海面上飞行 他也就一直透过窗口 看着窗外的蔚蓝海面 婚姻大事必须要想了 之前还能以公司 没有彻底解决为借口 而现在一点理由都找不到了 因为未来很多年 国内首富的竞争 都是在二马之间 现如今二马都被收入归下 不仅如此 还有国外的脸书 只要按照常规正常节奏发展 脸书的体量 要超过二马的财富总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不提未来 只讲现在 能被当作对手的人已经没了 之前是马腾 现如今是下属 还有与刘志闹得不愉快 可现在 刘志已经彻底成为孤家寡人 整个互联网行业几乎没人买他的账 就连最忠实的两人 李洪空和李归海 也曾多次联系自己 刘志不足为虑 除了他们 貌似有交集的还有中海财团 只不过 他们从来都不是敌人 虽然谈不上朋友 但也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目前只剩下两件事要做 一个是南山会 另一个是与这些女孩的关系 丁闯嘴里缓缓呢喃 做完这两件事 就可以安心退休享受生活了 当初在大巴车上醒来的时候 就曾经想过这一生 要陪亲人陪朋友享受时光 可在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今天 也是时候享受生活了 他又在心中强调了一句 不知不觉间 飞机降落在海连 丁闯走下飞机 刚走出机场 就看到正在街机口 眉飞色舞的许表表 手中举着一个牌子 上面赫然写着 欢迎丁大观人回连 丁闯一头黑线 有一种不想认识他的感觉 硬着头皮走出战口 崩溃说 咱们能正常一点吗 用的是什么称呼 这不是为了显得隆重吗 许表表迅速挽住手臂 一副我有礼的样子说 再说了 将你大观人难道有错吗 你整天在外面张花惹草 还勾引有夫之妇 难道与西门庆有区别 假的 都是假的 是对手在刻意攻击我 丁闯更加崩溃 你可算了吧 别人不了解你 我还不了解 许表表翻了个白眼 你这个人呢 根本就没有什么定力 虽然不会主动 但对于头怀送抱 也绝不会拒绝 就像当初我对你那样 你也没控制得了啊 那个时候你还什么都不是 只有我主动 现在你是国内冉冉升起的新星 四个女人都想找你碰碰运气 从概率角度上讲 一百个女人找你 你至少有一个不会拒绝 如果再把基数放大 说你们在外面胡搞 混鬼呢 丁闯听得一头汗眼 这个表表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伶牙历齿啊 不过他还是诧异地问 那你还来找我 不主动分手 许表表在他腰间狠狠地掐了一把 咬牙切齿说 你以为我不想 可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见过熊鹰的女人 怎么能被麻雀呵护呢 我想来想去 发现即使嫁给别人 也忘不掉你 所以呢 就不会害别人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嫁给你 反正你那么多女人 以男性的平均能力来算 你至少折兽二十年 等你死之后 我就继承你的遗产 用你的遗产呢 去找十八岁的小伙 这不香呢 他果然是个婊子 丁闯懒得继续与他废话 出门上车直奔家里 没想到的是 董爸爸竟然在家 而且穿着围裙在亲自做菜 围裙下是一身宽松的家居服 把成熟女人和成功女性的魅力 结合得淋漓尽致 年少不知阿姨好 错把少女当成宝啊 董爸爸温和地笑着说 来了 正好 洗手吃饭 好 丁闯没有曾经的拘谨 大方的洗手坐到餐桌上 不得不承认 虽然董爸爸是个忙于工作的 女强人 但做菜的手艺也非常一流 色香味俱全 吃了一会儿 董爸爸主动问 关于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是指 你与君如的婚姻方面 丁闯觉得 早知道他问这个问题 就不应该来 董爸爸见他不说话 又多提了一句 说 你的事业上已经走上正轨 甚至连我也差了很多 按照当下态势继续发展下去 你的未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 我也不会去想 但是 我只有君如这一个女儿 关于你们之间的问题 我必须要了解清楚 是能娶君如 又或是 娶了君如 还会在外面勾三搭四 我需要一个答案 许君如也放下碗筷 弱弱地看向丁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602期 感受到两道目光 丁床整个人瞬间压抑了 集中精神 在脑中很认真地思考 当然 此时此刻所面对的 不是董爸爸的恩情 而是准岳母 很清楚他期待什么答案 但他想要的答案 实在没办法说出口 也做不到 足足思考了一分钟 他摇摇头说 我 不知道 听到这话 许表表眼中 顿时泛出失落 但很快便恢复笑容 主动帮忙说 哎呀 现在说这个问题还早 我和丁床都还小呢 还不想走进 爱情的坟墓 这个问题 以后再说吧 董爸爸 严肃地开口说 不是小的问题 而是时机的问题 男人这一辈子 无非两件事 事业 婚姻 现在小丁在事业上 已经无可挑剔 就只剩下婚姻了 丁床 我相信你也能明白 这个道理 更能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 我想知道答案 听到他这么说 许表表顿时把嘴闭上 很清楚 母亲一旦想弄清楚 自己再说什么都没用 丁床点了点头 我懂 但现在还真的没想好 不如这样 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 我给你答案 并不是拖延 而是这个问题太复杂 也打算用一个月的时间 好好想想 好 董爸爸让人出乎预料 答应得非常痛快 丁床愣了愣 随后看向董爸爸 发现他已经拿起筷子吃饭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也只好继续用餐 很快用餐完毕 许表表非常热情地 邀请他上楼休息 还说舟车劳顿需要放松 丁床见董爸爸没有离开的意思 也就拒绝了 毕竟两个人的事情 有第三个人在场 哪怕是在门外也不方便 不过说好了 晚上回来休息 借口去公司离开 小丁 董爸爸叫住丁床 摆手让许表表上楼 随后盯着丁床的眼睛 前所未有严肃地问 有一件事 我现在想知道答案 丁床看到他的眼神 感受到一阵莫名的心惊 他要什么答案呢 董爸爸继续说 当初芳老 把你叫到房间里 到底说了什么 他指的是当初芳老病危的时候 那时全省的大人物都来了 甚至还有省外的大佬 偏偏方老谁都没见 在最后时候让丁床留在身边 就连两个儿子都被赶出来了 这件事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心病 想知道方老到底说了什么 还有人猜测 方老是担心南山会继续针对丁床 给他留下底牌 可时至今日 方老留下的底牌 他从未用过 丁床听到这话 眉眼瞬间下垂 这件事是秘密 在心中暗自发过誓 一辈子不会对外说 当然啊 主要是为了自己 可现在董爸爸居然问 董爸爸又强调说 如果你觉得为难可以不说 我不会强迫 但如果你想说 我想要听真话 丁床沉咽了片刻 反问说 董一 你会在所有人面前叫出来吗 你想要哈佛岛集团 所有人站在门外 听到你叫的声音吗 话音落下 董爸爸顿时愣住 看向丁床的眼神 绽放出阵阵的杀鸡 脸色都红了 他在说什么东西啊 可很快全身陡然一颤 眼睛越来越大 满眼的难以置信 丁床见他反应过来 又强调说 他想走得有尊严 说完转身离开 董爸爸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 如此看来 这件事早就有迹可循 还记得当初 方家兄弟看丁床的眼神 有三分憎恨 三分无奈 三分解脱 还有一分想要逃避 这样说 他们早就知道方老 为什么把丁床单独留下 但是没阻止 这件事 确实不能外传 汉海酒店 丁床躺在床头 一边看着天花板 一边吸着烟 旁边是一名容颜爵士 倾国倾城的女人 虽然早已不负芳华 却有别样的魅力 不是别人 正是吴女王 说去公司 不过是借口而已 当然要来见心中牵挂呀 吴女王精致的鼻尖上 有细密的汗珠 脸上还有未消退的红玉 她疲惫说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是指男女关系方面 你也到了该考虑 这种事情的时候 再拖下去 只会更复杂 丁床闻言 缓缓转过头 不可思议地看向她 一直以来 她都是最淡然的一位 万万没想到 她居然也能问出这种话 吴女王看出她的意思 露出了一抹风情万种的笑容 你放心 我不是要逼迫你 我也不想要任何身份 只是在提醒你 随着你的事业越来越大 身边的诱惑越来越多 而且你这个人 向来没办法把持住自己 身边的人越来越多 关系也会越来越复杂 如果早一点定下来 对你有好处 丁床的心瞬间放下 看来是自己狭隘了 误会吴女王 不过别人说没办法 把持住自己 一定会争辩 毕竟米冰冰勾引多少次 都严肃拒绝了 最后还是她突然跪到面前 这才没控制住 至于其他女星 现在还有人整天发信息勾引 从来都没回过 怎么能说把持不住呢 但她确实有资格 毕竟她是唯一的一位 让自己沦陷的女人 她坦率说 我不知道 吴女王默默看着一言不发 丁床更加坦率说 实话是 我没办法想象 我真心喜欢过的女人 躺在别人床上的样子 或许男人都这样 我想对所有人都负责 可现实情况并不允许 若只选择其中之一 对其他人不公平 对你也不公平 女王大人 我 以后还想和你一起看日出 这是心里话 吴女王微微一笑 开口说 其实 你可以换个角度想 你之所以纠结 是因为只能选择一人 没办法给其他人公平 可若是能找到公平的方法 让大家都满意 就不存在选择谁的问题 丁床苦涩地一笑 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可怎么找到公平的办法 太难了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 吴女王又说 你可以 谁都不娶 丁床被说得一愣 什么叫谁都不娶啊 岂不是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那样不就成了渣男吗 正要说话 看到吴女王的眼眸 忽然灵光一闪 好像明白了什么意思 豁然开朗 她坏笑说 那 我要奖励你 吴女王眼中闪过一抹惊慌 别闹 我下午还要上班 最后一次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时间一眨眼过了三天 这三天中 丁闯把吴女王的话 反反复复思考 最后认真执行 当然也在认真地执行吴女王 第四天 丁闯亲自开车 带着许彪表回六合市 因为明天就是父亲的寿臣 即使不大操大办 也答应了要回去 下午 车子终于开进六合 进入的一刻 丁闯像是变了一个人 感慨万千 还记得就在去年 事业刚刚起步 险些加入省内的 经济控制者南山会 后来因为与金阳发生矛盾 被董爸爸带着午夜逃窜 若是慢点 很有可能 就会被永远留在这里 还有元旦时回来 被南山会追杀 多少次千居一发 最后若不是赵山青 用身体挡枪口 若非方老及时出现 恐怕也会被留在这 还有上次气势汹汹回来 要在南山会之外 建立一个省商会 与之对抗 当时几乎要成功了 最后还是因为实力不够 不得不狼狈离开 算起来 这应该是第三次回来 事不过三 只不过不知为何 他心中没有当初的怨恨 反而变得非常平和 当初回来都是抱着必死 必须要报仇 而这次 回来之前想了很多 可进入到这里 只想安安静静地 陪父母两天 把一切都抛到脑后 或许 这就是家的力量 进入市区 把许表表留在市里 随后驾车回到小湾村 当看到村口 不禁笑了笑 在大巴车上 醒来的一幕 恍如昨日 当时也没想到 能走到今天这步 只是想着 能成为父母的骄傲 今天 他们一定非常骄傲吧 车子开到家门口停下 走下车 熟练地走进 这个农家小院 进门 他喊道 妈 我回来了 嘎吱 房门很快被推开 葛翠平快速地跑出来 看到儿子满脸惊喜 笑着说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怎么没提前打个电话 丁床走上前笑着说 嘿嘿 想给你个惊喜吗 葛翠平瞪了一眼 要给我惊喜 就不应该一个人回来 小雪呢 她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是不是 因为新闻的事情生气了 还是你们出了什么情况 儿子呀 小雪是个好姑娘 你可不能辜负人家 丁床擦身而过 在这里可以卸下所有伪装 也不用拘谨 她边走边说 宁叫我负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负我 不带她回来 是不能因为一棵小树 放弃整片大森林 你混蛋 葛翠平顿时骂出来 追在身后说 小雪是多好的姑娘 我可告诉你啊 错过了她 你就找不到更好的了 还有 咱们村里像我这么大的人 都抱孙子了 我也要抱孙子 今年能不能让我抱上 丁床一头黑线 妈 我累了 葛翠平义正言辞说 累了也要听 我跟你说 丁床只能听着母亲 宛如唐僧念咒般的唠叨 不过 耳边萦绕这种唠叨 才是生活 才是幸福 葛翠平坐在旁边 滔滔不绝两个小时 直到丁床发出 均匀的呼吸 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省城 山水滑亭 南山会众人再次坐到一起 赵定昌坐在最前方 嘴里不停地吸着烟 满脸愁容 其他人分裂作册 更是如此 把整个会议室内吸得 是烟雾缭绕 因为就在两个小时之前 他们接到了消息 丁床已经回来了 就在小湾村 虽然没有来省城 但是不难猜想 他回来绝对不会轻易地离开 南山会与他之间必有一战 而这一战将会是最终的决战 他们两个小时之前知道消息 一个小时之前坐到这里 直到现在已经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还没有任何人发声 赵定昌把烟头摁在会议桌上 毫无整洁可言 其实他已经不是摁着一个 会议桌上被摁了整整一排的眼头 他终于开口说 都说说想法吧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无论是未雨绸缪也好 分析情况也罢 或者最干脆地说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都讲一讲 话音落下 众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不想说话 可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 已经没有后退的可能 选择权根本不在自己的手中 金飞左右看了看 坦率地开口说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无论是之前的追杀 还是一而再 再而三给他制造麻烦 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丁闯绝对不可能放过我们 与其被动等死 不如主动出击 依照我的想法 我们当务之急 最需要达成共识的事 坚定信心对抗他 有人开头 其他人也开始发言 高建国直白说 怎么进攻啊 丁闯的主业在互联网 在娱乐圈 我们在这两个领域 没有半点人脉 更没有半点产业 可以这样说 在这两个领域主动进攻 我们加在一起 还够不到丁闯的脚踝呢 跳起来 甚至打不到他的膝盖 恰恰相反 现在的丁闯 只需要随便抬起脚 就能踩死我们 怎么动啊 怎么动啊 我个人认为 应该找丁闯言和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只要让丁闯 看到足够的利益 大家也很可能成为朋友 他很消极 非常消极 不过说的也是事实 秦天林皱起眉 冷声说 高总这句话 说得太绝对了 你说得有些道理 我们在互联网和娱乐圈 确实没办法对抗丁闯 但不要忘记 这是在省城 我们这些年 能走到今天这步 背后牵扯到多少人 背后又有多少人 丁闯一旦动我们 势必要把这些人连根拔除 他现在走得再高 也只是个商人而已 哪怕我们加在一起 只到他脚踝位置 可我们也是一根钢钉 他用权力踩下来 一定会辞出贯穿伤 而我们也未必会弯 所以现在真正需要做的 就是大家心往一处下 竟往一处用 坚定信心对抗他 话音落下 曾经与他同一阵营的 魏国庆也站出来 不冷不热说 秦总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不要说话像个小孩子 我们背后确实有很多人 但如果他们决定抛弃 我们真的敢拉着他们一起死吗 换句话说 如今的丁闯弱 你也说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马腾是广朝财团的成员 马腾被丁闯打得体无完肤 广朝财团说话了吗 刘志是研究所出身 人脉比我们还广 可他被丁闯骂到吐血 你看有人站出来 为刘志出头了吗 无论大家承不承认 今天的丁闯如烈火烹油 我们惹不起 所以 我支持求和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604集 话音刚落 秦天林迅速地看过来 怒目元征说 你他妈怎么说话呢 好 你愿意求和 丁闯是什么性格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主 我们求和 他就一定会放过我们 后退 是最软弱的做法 而最好的防守 就是进攻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对抗 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发力 本省就会固若金汤 丁闯再如何想针对 也是没有办法 魏国庆听他冒脏字 脸色也沉了下来 曾经确实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可自从上次省商会成立之后 大家就开始离心离德 他黑着脸说 你也说了 我们把本省经营的固若金汤 但国内只有我们省吗 难道大家不会向外看 现在整个国内谁不认识丁闯 哪个行业的人不给他面子 你有没有看过丁闯的身价估值啊 在收购企鹅聊天 成为互联网协会会长之后 有专业机构推测 他的身价 将会在三年之内达到百亿 五年之内再翻一翻 我们守着本省能守多长时间 不要做井底之望 金飞是坚定支持进攻的 见秦天林被攻击 自然要站出来 严肃说 魏总也说了 他的身家要在三年之内 才能达到百亿 从现阶段而言 他的资本还没办法比得上我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只要我们暂时守住 在这三年之内 想办法让他垮掉 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我们不能因为三年后的困难 吓到现在的自己 如果被吓倒 岂不是说 我们知道终究有一天 会离开这个世界 现在不活了 高建国也站出来 不冷不热说 金总 你这是在抢词夺理啊 首先 对丁床做出预测的并不是我们 而是所有人 这几乎是客观事实 其次 你所谓的这三年内 让丁床垮台 我们根本没办法做到 而且未来互联网行业是风口 丁床只会越飞越高 不存在垮台的可能 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 能不能让本省固若金汤 并非我们决定 而是由更高层决定 现如今全国都知道丁床的价值 你以为我们的上面会不知道 多少年之前就有一句老话 投资不过山海关 本省作为丁床的家乡 如果他都不回来投资 让全国人怎么看 打的是谁的脸 现在他已经回来了 就证明要投资 可投资的条件呢 一定是我们 所以现在是我们要对抗丁床吗 是丁床要踩死我们 我呢 同意魏总的观点 投降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我都投降 秦天林顿时怒了 你就是个屈炎覆射的小人 丁床还没动手 就要投降 你这样的人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一点骨气都没有 砰 高建国迅速拍桌子 喊道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什么叫骨气啊 现在与丁床对抗 根本不是骨气 而是找死 我辛辛苦苦大半辈子 凭什么到最后 落得一个一无所有啊 凭什么 对抗一定是死 不对抗或许还能活 你找死我不拦着 但别拉着我一起死 锦菲迅速站起身 怒目圆睁 放你娘的狗屁 还没对抗呢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死 难道你认输你低头 丁床就一定会放过你吗 你认为可能吗 与其跪着生 不如站着死 我会坚持对抗 魏国庆也吼着 认清现实 要认清现实 我们没有能力对抗丁床 而且为什么投降就是跪下 难道我们不能把眼光 放长远一点 或许我们投降 丁床原谅我们 以后与我们一道发展 我很不理解 有些人为什么要坚持对抗 难道是认为自己一定没有活路 拉着大家一起垮 砰 金飞也开始拍桌子 你在指谁呢 把我说明白 魏国庆怒吼 说的就是你 当初若非你弟弟招惹丁床 我们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样 若不是你弟弟胡作非为 丁床就是我们的成员 现在的一切 你要承担所有责任 金飞开始爆粗口 我操你大爷 高建国怒骂 我干你全家 双方那个愈演愈烈 已经往动手的方向发展 整个会议室内充斥着他们的骂声 赵定昌依然坐在前方 稳如泰山 成员们都哀声叹气不参与 因为在南山会议中 最有话语权的还是他们 就在这时 会议室内忽然传出哭泣声 所有人看了过去 就连金飞和高建国几人也不吵了 就看坐在椅子上的 乐达地产董事长赵乐达 正在低头痛哭 哭得极为伤心 秦天林震惊地问 你哭什么 这么大的人了 还在公众场合哭 赵乐达撕心裂肺说 我后悔了 我是真的后悔了 谁能想到丁闯会发展到今天 谁能想到 当初他回到省城 第一个找的人是我呀 他让我与他一起对抗南山会 还被我给看扁了 如果当初我就同意他 坚定站到他身边会怎么样 后来看到他取得优势的时候 我还向他表过忠心 丁窗也既往不救了 可是在最后 我捅了他一道 一步骑走错 满盘皆数 满盘皆数 此言一出全场死计 因为当初向丁床表忠心的可不止是他一个人 建立省商会的时候 除了赵定昌 秦天林 金飞之外 其他人都要加入 如果当初加入 并且坚定支持 怎么会有今天呢 不仅不会有今天 反而会借着丁闯的发展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都怪自己没把握住机会 都后悔了 会议室内越来越安静 越来越安静 仿佛能听到每个人的心跳声 格外的压抑 足足过了一分钟 坐在最前方的赵定昌忽然开口 大家的想法我都知道了 在这里讨论一百次 不如去见丁床探底一次 这样吧 明天早上七点 所有人来山水华亭集合 我们去小湾村给丁床的父亲祝寿 去找他探底 看他是什么态度 就这样 散会 说完起身离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主播 静燃先生 第1605集 与此同时 小湾村 丁床正在夜幕的村委会大院 与小湾村众人开怀倡议 丝毫没有一点架子 与在中海 在京城雷厉风行的丁总 判若两人 他甚至特意换上老丁的衣服 看起来像是村长的继承人 有道是 衣不如心 人不如故 在村民们也可以完全放松 大院内欢声笑语 功仇交错 最当初的班底 孙梅 张凤英等人 看起来已经都市化很多了 孙梅不再泼妇 不再张牙舞爪 变得温雅了很多 张凤英不再自卑 不再内敛 变得落落大方 甚至村里的二溜子 赵德丽也穿上了西装 小卖店老板娘张淑花 已经变成了超市老板 孙梅端起酒杯 一脸严肃地说 丁闯 我敬你一杯 以前只听人说过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成功 把我们都带了起来 可以这么说 现在咱们小湾村的狗啊 叫的都比其他村子响亮 丁闯笑一吟地端起酒杯碰杯 张凤英也端起了酒杯 笑着说 我也敬你一杯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就在那个瓦房里 过度终老了 是你让我看到外面的世界 是你把我从水深火热中 拯救出来 感谢生命中 能遇到你 丁闯依然笑盈盈地端起酒杯 还有我 还有我 张淑花焦急说 虽然我不是啤酒厂的工人 但却因为啤酒厂 让我生活变得更好了 以前在咱们村啊 每个月最多收入两百块 只够吃饭 现在完全不同了 啤酒厂开起来 村里人都有钱了 来我这消费的人也变多了 还有那些外来的司机 外来的老板 都会在我这里买东西 三个月收入六千多 这都是因为你 你是大学生 婶婶以前对不起你 给你道歉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干了 你随意 赵德丽也赶紧端起酒杯 我和你一起吧 丁闯 别人只是赚钱 而我的变化最大 如果不是因为你啊 我可以昏迟等死一辈子 有可能 哪天死到家里 都没人知道 而现在呢 完全不同了 哎 就在去年 我结婚了 娶了媳妇 今年呀 还生了孩子 有家了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联合三杯啊 丁床已经喝得 晕头转向 酒不醉人 人自醉 听到别人说话 没回答 但听到赵德丽说话 他诧异地问 怎么没告诉我呀 赵德丽脸色一红 嗨 担心你忙呗 所以就没告诉我 丁床给自己倒了一杯 端起来说 下次一定要告诉我 好 赵德丽下意识地点点头 哎 我下次 说到一半感觉哪里不对 泛起了哄堂大笑 这边气氛高涨 老丁却独自一人 坐在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 一只接一只的吸烟 他高兴啊 非常高兴 高兴到难以言表 甚至隐隐有一种 想哭的冲动 这才躲到这里来 担心忍不住喜极而泣 被人看到 是不是担心 我抢了你的光芒 心里不舒服呀 所以一个人在这生闷气 丁床手中拿着烟 走过来坐到旁边 老丁为言一愣 随后抬手打掉 他手里的烟 烦躁说 哼 笑王八蛋 你找揍什么 丁床愣了愣 随后抬手 把他手里的烟打掉 反问说 老王八蛋 你还敢揍我 此言一出 老丁的眼睛顿时瞪大了 一副惊恶的表情 万万没想到 丁床居然敢这样 与自己说话 还不等得开口 丁床抬起双臂抱住他 说 爸 都说父子是上辈子的仇人 这些年来 咱们也确实是这样 说话都很少 但我是新时代的青年 所以 我想和你做朋友 老丁全身僵住 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 喜遍全身 对于儿子 最准确的形容是 很喜欢他 喜欢到 想要控制的程度 所以儿子的一言一行 不符合自己的心意 都会用强势手段纠正 也就造成了 关系一天不如一天 交流确实很少 如今 他说要做朋友 还抱 他妈都没抱过 丁床又说 老丁 谢谢你啊 谢谢你这么多年 为这个家做的努力 把我培养成今天的样子 若没有你 这个家就塌了 你 要好好活着 刷 老丁全身一颤 听他前半段话 被刺激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听后半段话 怎么感觉像是在骂人呢 正要把他推开 两个大老爷们抱在一起 成何体统 就在这时 丁床的电话忽然响起 丁床却没动 而是抱得更紧了 真诚说 爸爸 生日快乐 老丁的眼角湿润了 丁床终于松开 没有看老丁 转过头走回村委会 老丁哽咽说 这小王八蛋长大了 敢 敢骂我了 丁床继续推杯换盏 当然之所以敢这么喝 是因为对小湾村精酿 非常有信心 不上头 只需要睡醒一觉 就会神清气爽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 在公鸡打鸣声中醒来 他精神抖擞 洗漱完毕 绕着小湾村走了一圈 最后爬到山坡上 俯瞰村落 此时的小湾村 与曾经完全不同 几乎没有老旧房子 在去年全部完成翻新 即使有些房主 没有能力工作 也都有老丁出资修缮 整齐划一 若是再高两层 再有些造型 与别墅 没什么两样 丁床喃喃自语 我很有成就感 老丁应该也很有成就感 他这个村长 应该能做完了吧 村里的人 应该不会减少了吧 其实最初发展酒厂 是为了自己积累原始资金 而后来没把酒厂 搬到更有力生产的势力 就是为了老丁能继续当村长 现如今看来 目的达到了 他们应该来了 丁床又淡淡地一笑 就在他话音落下之时 通往小湾村的路上 一排车队出现 不是别人 正是南山会 丁床的笑容更浓了几分 对于这些人的到来并不意外 等他们不主动到来 才不符合作风 他们向来都不是等死的主 缓缓起身 从山坡上走下去 我这次的出招 与之前可不同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606集 小湾村内 车队开到丁床家门前停下 车门齐刷刷地打开 为首的赵丁昌 率先从车上走下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感慨万千 谁能想到 就是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地方 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房子 能诞生出丁床这种奇人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你们 你们来找丁床 葛翠萍从家里走出来 满脸诧异 他不认识南山会众人 赵定昌笑着说 你好 你是丁床的母亲吧 我是丁床的朋友 听说他父亲过寿 所以来讨个喜气 冒没打扰 还希望见谅 葛翠萍昨天特意交代 不能大操大办 只需要一家人坐在一起 吃顿团圆饭就可以 居然还有朋友上门 不过来者是客 不能给人撵出去啊 顿时笑着说 那您先进来吧 丁床出去溜弯了 马上就回来 就来坐 说话间 走到门前要把门打开 让他们滚 房门前忽然又传出一道声音 正是老丁 满脸杀气 葛翠萍不认识 他认识 他发怒说 这里不欢迎你们 赶紧滚 别在这里恶心人 刷 葛翠萍定住 南山会众人也面带尴尬 尤其是金飞和秦天林 气得嘴角直颤 放在以往 这种小人物 根本不会多看一眼 他敢这样骂 只因为是丁床的父亲而已 赵丁昌面不改色 笑着说 您是丁床的父亲吧 我想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这样吧 还是叫丁床出来见一面 趁今天是大喜日子 把话说开 老丁根本不多说 对于要弄死自己儿子的人 没有任何废话的必要 拿起旁边的扫把 杀气腾腾地冲过来 你们到底滚不滚 见他走来 南山会众人脸色变得更难看了 虽然心中瞧不起这个小小的村长 但现在是在小湾村 他要动手 没有半点办法 就在这时 爸 人群后方忽然传出声音 丁床穿过人群走过来 笑着说 你别生气啊 今天是你受臣 一切交给我处理 老丁停下脚步 葛翠萍满脸的诧异 儿子 他们是 故人 丁床微笑着回应 随后转过身 看着眼前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去啤酒厂 好 赵丁昌也不拒绝 丁床走在前 南山会众人跟在身后 恍惚间向啤酒厂进发 一路上 听到消息从家里走出来的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不出意外 他们对于南山会也有所耳闻 所有人都目露凶光 甚至很多人手中 还拿着菜刀斧子 只需要盯闯一声令下 就会立即冲过来 不讲道理地把他们剁碎 南山会距离太远 毫无威慑力可言 南山会众人看得是胆战心惊啊 好在 一路有惊无险地 走到了啤酒厂 一行人来到食堂 这也是啤酒厂内最大的地方 可以同时容纳三百人用餐 不过设备简陋了一些 就是很普通的座椅 坐吧 丁床指了指进门位置的座椅 随后主动坐下 众人分别落座 金飞和秦天林的眼中 依然带着敌视 魏国庆和高建国等人眼中 带着希望 其他人则忐忑不安 赵定昌坐稳之后 主动开口说 丁床 我们因为什么来找你 大家都心知肚明 也就没必要卖关子 我们来之前开过会 也达成了统一意见 对你我都有利 从今以后 我们不再干涉 你在省内的任何事 要继续对抗 你我会两败俱伤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完全没有意义 大家一起向前 才是主旋律 这番话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各退一步 他们不再针对丁床 丁床也不能干涉 他们在本省内的控制力 丁床思考了片刻 反问说 这是你们所有人的 统一意见 当然 赵定昌 义正言辞 哼 我不信 丁床爽朗地笑着 看向赵定昌 身旁的金飞 你的意见呢 金飞身体颤 咬咬牙说 为了大家 我可以放下曾经的仇恨 我们以后井水不犯 河水 互不相干 这也算是退让了 当然前提是丁床不再针对 丁床又看向秦天林 你的意见呢 秦天林的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身上的愤怒无法掩饰 事实上 从始至终 都没有瞧得起过丁床 自己根正苗红 出生就是人上人 而他呢 家里最牛叉的人物 就是他父亲 就是个小小的村长而已 凭什么与自己斗 但今天却被他逼问 憋屈啊 他艰难说 我也可以和你握手言和 但前提是 你不再针对南商会 如果你针对南商会 我们也不惧一战 大不了大家两败俱伤 虽然时至今日的你 确实很有威望 但南商会经营二十年 也不是吃素的 相对而言 说得更坚定一些 丁床又看向了高建国 你也支持 如果我动手 就要背水一战 两败俱伤 我 高建国如梗在喉 其实是要投降的 可是赵定昌定下的基调 不能在这种场合下拆穿 只能说 我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换来和平 丁床又看向魏国庆 你呢 魏国庆心中五味杂陈 无奈说 丁床 你也是本省人 如果我们斗起来 本省的经济一定会动荡 为了全省人 大家各退一步不好吗 丁床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所有人 你们呢 众人纷纷开口 我们愿意和解 当然 我们也不怕 一起发展是主旋律 如果要鱼索网破也可以 丁床笑着摇摇头 看向赵定昌说 赵会长 据我的理解 现在你们会内有两种声音 一种是要继续斗 一种是要和谈 所以我非常怀疑我们今天即使达成协议 南山会是否有能力执行 赵定昌皱眉说 当然 话没等说完 丁床抬手打断 话别说得那么满 这样吧 你们先思考一下 我一会儿回来 下次 我只想听到一种声音 说完 不给他们思考的空间 起身离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然先生 第1607集 金飞和秦天林见状 气得脸都绿了 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分明是在挑起 南山会内部的矛盾嘛 而且 凭什么 他认为南山会内 有两种声音 就是两种声音呢 淡定 赵定昌看出他们的状态 简洁开口 丁床是在故意打乱 我们心智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淡定 这里是他的地方 不要吵闹 会让人看清了我们 听到这话 金飞和秦天林 强忍着没骂出口 赵定昌 赵定昌继续说 既然我们已经坐到这里 也就意味着到了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确实可以有弹性的弹条件 但我们也必须是统一的声音 这一点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可以退让 但必须是大家一起做决定的退让 不可以在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就像刚才那般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点头 那好 我定下基调 我们不想战 却也不畏惧一战 第一阶段 我们还是以和谈为主 可以付出的条件是 我们个人资产缩水百分之十五 听到这话 众人心中都不舒服 缩水百分之十五可是损失白花花的雪花银呢 奈何如果不付出代价 丁床怎么可能同意井水不犯河水 众人再次点头 赵定昌又说 第二阶段 若是这个条件丁床不满意 我们可以承受的底线是百分之二十五 若是超出这个线 我们都没有回旋的余地 势必一战 众人心中都咯噔一声 血流都加快了 损失百分之二十五 若是按努力四十年才有今天计算 相当于白白扔掉了十年的时间 不甘心呢 可这也是能接受的结果 若再多真的无法接受 赵定昌重重地说 接下来就是第三阶段 是后话 也要现在说出口 战 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统一 无论是谈崩的气势 还是今天过后的手段 都要统一 若谁不同意 现在可以站起来离开 自己去找丁床 这也是 我最后一次问你们 众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站就是血淋淋的战斗 可如果现在去找丁床 南山会绝对会第一时间反扑 丁床未必会死 自己一定惨不忍睹 丁床的离开 或许有让人私下联系他的意味 赵定昌现在的话 相当于把路完全堵死 必须选择一边 秦天林重重地开口 我不走 金飞也强势地回答 我也不走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剩下的几人都把目光 看到高建国和魏国庆的身上 他俩一直是组合的 现在也只能等他们表态 高建国和魏国庆 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 心中还是想合 但背叛过丁床一次 他是否会记仇呢 也背叛过南山会 若是现在站出来 他们一定会狠狠地咬自己 真的没有选择余地了 高建国最终说 我支持会长观点 魏国庆也说 我支持会长 随着两人开口 南山会内部达成统一的意见 赵定昌身体悄然坐直了几分 钟气时足手 那好 我们就等丁床回来 开始最终摊牌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 都是南山会的整体意志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众人同时开口说 整体意志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刹时间 每个人都变得心潮澎湃 好似找到了当初 在组建南山会时的豪情壮志 更发现 丁床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 他们的声音刚刚落下 丁床的声音传来 由于当初没想着大操大办 所以准备得不充分 你们就在前方演奏 他们寻声看去 就看丁床从门外走进来 并非他自己 身后还跟着几名背着古征之类的女孩 身材娇好 模样俊巧 穿着更与村子格格不入 不难看出是专业人士 丁床带着这些女孩 从南山会的身边走过 来到最前方 又说 我会叫人协助你们 需要什么让他们拿就可以 为首的女孩笑着说 没关系的丁会长 这里的环境已经很好了 你去忙吧 我们一定会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丁床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 转身向外走 看南山会众人都在看自己 主动地笑着说 你们先别急 我去接个朋友 等会儿再聊 南山会众人很无语 他就是故意的 很快 丁床的声音再次响起 哎呀 林姐姐 美姐姐 白姐姐 没想到你们能来啊 这里环境简陋了一些 还望见谅 南山会众人看去 就看丁床带着一群女人走进来 正是中海贵妇团的成员 他们有说有笑 从身边路过走向前方 丁床安顿好他们 又走向门外 路过时还不忘提醒一句 哎 稍等稍等 别急啊 我让人给你们送茶 南山会众人再次无语 不足五分钟 丁床再次走回来 边走边笑说 哎呀 赵主任 真没想到你能来 欢迎欢迎 哎 这边请 丁床又带着几人走进来 继续与南山会擦身而过 把这些人安顿在前方 随后重新走回来 对着南山会笑着说 哎 稍等啊 很快就好了 很快 南山会众人脸色都变得难看 他 就是故意的呀 把自己安排在这个位置 就在门前 让所有人进入都会路过 换句话说 没有一个人进入 自己就会承受一遍擦身而过的冷落 这招很恶心 所有人同时看向赵定昌 因为丁床明显是在玩套路 必须要有所回应 赵定昌眼皮也垂了下来 坐在这里很不舒服 但是既然看出是丁床的套路 丁床就一定希望自己离开 怎么能如他所愿呢 他简洁说 淡定 坐着 倒要看看丁床什么时候坐下来谈 就在这时 门外又传来声音 不过这次并不是丁床 而是一名中气十足的中年 中年人边走边说 短短几年来 小湾村日新月异 还记得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啊 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 这名中年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丁床回小湾村时旧人 亲自来表彰的那位宋老板 后来靠着与他在报纸上的合影 吓到了赵山清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剧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刷 南山会众人听到声音 同时看了过去 当看到宋老板出现 所有人眉头一皱 其实心中猜想到他会出现 当看到他真的亲自到来 还是吓了一跳 宋老板原本满面笑容 当看到南山会众人也是一愣 知道丁床与他们的矛盾很深 但他们居然能出现在这里 确实没有想到 双方对视着 南山会众人看上去 要起身打招呼 宋老板也准备开口 就在这时 丁床主动说 啊 这边请 双方动作同时停住 宋老板想了想 点点头说 好 与丁床一起 在南山会众人面前擦身而过 南山会众人眼睁睁看着这一幕 气得身体不断颤抖 尤其是秦天林和金飞 双手握拳 若是刚刚丁床不说话 双方会打招呼 至少面子上都过得去 而丁床一开口 相当于把两方之间画上了一条线 其心可诛啊 他们正想着 丁床已经重新走了回来 仍然很温和地笑着说 你们先坐 别着急 丁床 赵顶昌沉声开口 严肃说 我们已经来这里 带了最大的诚意 大家还是开诚布公地谈谈 你现在的招数很恶劣 丁床转头看着他 说完缓步走出去 没有过多停留 你 骂他 金飞和秦天林快要骂街了 他只是笑笑是什么意思 太瞧不起人了 若不是考虑这里人太多 真的要骂出来 赵定昌脸色也不好看 有种想走的冲动 可是来都来了 若现在离开 就是真的撕破脸皮 没有回旋余地了 忍 再忍一会儿 短短一分钟过后 早就听说 小湾村是新农村的典范 事不相瞒啊 我也看过多次 小湾村的鸟看图了 觉得非常不错 可今天亲眼看到 还是很震撼呢 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 还能保证山清水秀 这才是可持续发展 房门外又传来声音 比刚刚宋老板的声音 还要红亮 听到这个声音 几乎所有人同时转过头 就看一道非常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众人面前 赫然是电影节 当看到他出现 南山会众人脑中晴天霹雳 说实话 对于他们之间 有联系并不意外 毕竟上一次 丁闯回来的时候 就是与他一起举办的电影节 但他能亲自出现在这里 让人太太太太意外了 难道他没有别的事吗 居然跑到这个穷乡屁党 不要说他们 宋老板看到都吓了一跳 迅速起身 连着身边两桌 刚刚来到王主任等十几个人 都快速起身迎了过来 丁床走在他的身边 边走边笑说 这都是宋老板给的支持好啊 电影节闻一言爽朗了一笑 他无需盯闯提醒 眼睛根本就没看南山会众人 看向宋老板笑着说 宋老板呐 丁总不是在帮你圆场 而是在向你要支持呢 我都听出来了 宋老板满脸笑容 一本正经说 丁总作为六合室的代表人物 该给的支持 我一定会给到 不能让归来的企业家憨心 众人都是一笑 向前方走去 电影节又有意无意地说 不过呢 今天不谈工作 我恰好休假 以私人身份 受丁总邀请来参加宴会的 他们说着 走到了最前方 南山会众人被当头一棒 所有人脑门上都冒出了汗珠 就连赵定昌都没能幸免 电影节的最后一句话 显然是说给自己听的 可他真的是私人身份吗 若是私人身份 问题更严重 说明他对丁闯的支持 已经达到 可以推掉工作的地步 而且 刚刚根本就没有睁眼看自己的呀 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就已经表明了所有 从现在的情况分析 电影节是坚定地支持丁闯了 他们正在思考间 丁闯已经走了过来 南山会众人同时双眼 一眨不眨地看着 极为谨慎 因为丁闯已经开始亮牌 接下来就是谈判环节 然而丁闯走到他们身边 微微一笑说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来的朋友太多了 你们先别着急啊 我等会儿就来 说完又走了 南山会众人一脸懵逼 还有谁啊 紧接着就看人一个接着一个进入 互联网协会代表 娱乐协会代表 中海财团代表 甚至还有马腾代表着广潮财团抵达 还有董爸爸林天耀方老的儿子 游鸿琦单独而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丁闯这么长时间以来交的朋友 每进入一个人 南山会众人就感觉头上被敲了一闷棍 短短半个小时 足够容纳三百人的食堂内 竟然几乎坐满 南山会众人更被砸得头晕目眩 难以自持 若仔细看 会发现座位非常有序 靠近门口的倒数第二排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空荡荡的 好像是一条线 把整个食堂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倒数第二排之前 人满为患 另一部分是倒数第二排之后 只有南山会孤零零的一桌 他们被孤立了 显得格格不入 直到这时 丁闯终于重新走进来 没有向前 而是坐在南山会众人的餐桌 高声开口说 啊 你们说要来找我谈谈 想谈什么呀 此言一出 原本低声交流的食堂内 顿时鸦雀无声 哗啦啦 所有人同时看了过来 二百多双眼睛 看在南山会所有人的脸上 南山会众人瞠目结舌 全身都麻了 看着眼前丁闯微笑的面旁 迟迟无法开口 之前就知道丁闯的关系很强大 但万万没想到会如此强横 今天哪里是为他父亲举办寿臣呢 分明是要用势力压垮自己呀 忽然感觉之前 刚刚制定的策略全都不管用了 因为在如此强大的人脉之下 南山会真的没有反抗之力 金飞慌了 秦天林慌了 南山会众人都慌了 赵定昌咬紧牙关 硬着头皮看了看丁闯 可余光不难看见 丁闯身后的二百多双眼睛 简直如万箭穿心呢 最终他绝望说 我们 我们认输 南山会 解散 放我们一条生路 南山会众人脑中 闷雷滚滚 所谓的放一条生路 是不想把曾经做的事挖出来 不想郎当入狱 此时此刻想的已经不是对抗 而是自由自在地活着就好 丁闯笑着问 这是你们所有人的意见 赵定昌点点头 是 众人也跟着点头 是 丁闯一言不发转身 简洁说 开席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燃先生 第1609集 随着丁闯的一声令下 服务员们顿时把早就准备好的食物端了上来 食堂内的气氛也变得高涨 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物 没有工筹交错 却欢声笑语常在 然而身为主人的丁闯 却悄悄地退出了食堂 因为眼下的局面已经不需要自己 难道这些人真的是来祝寿 真的是来吃一顿饭吗 当然不是 宋老板 电影节等人想要投资 林姐姐 董爸爸等人可以投资 在这个场合下 他们可以更方便交流 就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 至于南山会的作用 已经不是丁闯要弄垮他们 而是起到一个风向标 宋老板和电影节想要投资 就必须清除南山会 给众人吃一颗定心丸 保证投资的环境 当然了 丁闯还是会投资 只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走回村里的路上 他感觉清风拂面 阳光格外灿烂 身体都放松了很多 一直以来 南山会都是压在心头上的石头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块石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我回来了 他走进房内 两道身影快速地走过来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不是别人 正是林小雪和许表表 丁闯正要点头 看出两人的表情有些不对 小声地问 怎么了 林小雪尴尬地说 叔叔和阿姨好像看出来了 许表表小声说 不是好像 是一定 他看出你与我俩都有关系 丁闯没想到 父母还是火眼金睛了 他小声说 没关系 我解决 你们先去烧水 两女点点头 快速地出门准备柴火 丁闯走进房间内 两道火辣辣的目光顿时袭来 正是葛翠平和老丁 他们确实看出来 丁闯和这两个女孩的关系都不一般 对林小雪还是非常满意的 可是对那个叫许君如的姑娘根本就不认识 问题是 如果有两个老婆传出去会被人说闲话的 丁闯主动地笑着说 哎呀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两人都不说话 只是冷冷地盯着 爸 今天你过生日 开心点 丁闯又笑着说 哎 我亲自给你做长寿面 已经让他们去烧水了 对 这就叫人多力量大嘛 丁闯又看向葛翠平 哎呀 妈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这怪吓人的 你不是总吵着要抱孙子吗 我想 这人多生的就快啊 放屁 两人出奇地站在统一战线 异口同声 老丁紧接着骂道 我他妈就知道你小子在外面没干好事 居然找了两个女人 你还是不是个人呢 以他们的思想确实没有办法理解 葛翠平也骂着 我很喜欢小雪 可那个姑娘已经找上门 你让我们怎么办 儿子 你可不能不是人 丁闯听得一头黑线 弱弱地说 可他们都喜欢我 离不开我 我有什么办法 这 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 我如果要分手 他们就寻死觅活 我也是没办法了 哎呀 爸 您今天过生日开心点啊 这样吧 我先给你去做长寿面 说完 迅速地转身出去 站住 老丁愤然起身 总而言之 我就一句话 你只能有一个老婆 丁闯双手一摊 那你和他们说 我没办法 不过我提醒你啊 出人命了 你就是杀人凶手 你 老丁气得眼睛快掉出来了 葛翠平赶紧起身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不快说 我最后问你一遍 到底选不选 丁闯调媚地笑着说 妈 你选吧 你选谁就是谁 葛翠平被噎得如梗在喉 这种事自己怎么选呢 万一真的闹出人命 岂不是罪大恶极 丁闯见他俩都不说话 笑着说 爸 妈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的事啊 你们就别管了 今天你们什么都别想 开心就好 两人咬牙切齿 不是不想管 而是管不了 重新坐了回去 老丁开口说 吃完饭你赶紧走 我不管你在外面怎么胡来 别回家来拜我名声 居然找两个老婆 你 你个畜生 话音刚落 房门被推开 传出一道弱弱的声音 请问 这是丁闯家吗 三人寻声看去 就看又一名清纯靓丽的女孩 美得不讲道理 正是周琳琳 周琳琳看到丁闯顿时一笑 把手中的礼盒递了过来 叔叔好 阿姨好 我是丁闯 女朋友 丁闯脱口而出 葛翠萍和老丁 集体无语 周琳琳脸色一红 房间内气氛顿时变得诡异 丁闯黑黑一笑 说 爸妈 有道是人前有马非为父 家中有人不算穷 咱们家就是人多 见两人眼神不善 迅速补充说 小雪和俊儒都不在乎 你们还在乎什么呢 两人到嘴边的话 被硬生生噎了回去 就在这时 院中又一道声音响起 请问丁闯是住在这里吗 刷 老丁和葛翠萍迅速起身 透过玻璃看向院子中 就看一名知性优雅的成熟女性 站在院子中 林姐姐 不等两人说话 丁闯主动说 不用猜了 没错 正如你们想的那样 林姐姐看到丁闯 正要迈步走进来 她身后的大门处 又走进一名女性 梳着短发 岁月难改 清晨五官 她走动间 气息散发出 阵阵的高冷 高冷中 透露着 思思忐忑的温柔 正是吴女王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对景当歌原著 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多人有声剧 门马 旁白主播 静然先生 第一千六百一十集 丁闯看到吴女王 心情豁然舒畅 这个提议 就是吴女王提的 那天 吴女王说 你可以谁都不娶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你可以让他们选择 看谁会无怨无悔地选择你 所以 今天 丁闯邀请了所有 想要负责的女人 并且很直接地告诉他们 我邀请了很多 女性朋友 不来是他们的选择 意味着放弃 来 也是他们的选择 意味着兼容 而在这所有人中 最担心的 就是能让自己 把持不住的吴女王 担心她退缩 现实却是 她来了 葛翠萍和老丁 被雷得瞠目结舌 惊恶地转过头 看向丁闯 丁闯严肃说 这是最后一位朋友 我保证 爸妈 我是老丁家的单传 我就是想着开枝散叶 没有别的想法 身边需要负责的只有这五位 诸如米冰冰 叶茜等都是露水情缘 听到这话 老丁和葛翠萍的眼中 竟然露出释然的表情 再多心脏就要受不了了 葛翠萍咬咬牙 无论如何 先别在院里站着了 让人看到不好 先进来吧 嘿嘿 老妈真好 丁闯迅速把林姐姐和五女王 招呼进房间 房间内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不过 人太多 谁都不能说什么 开始各司其职 林小雪 周琳琳 许表表开始烧水 五女王和林姐姐 陪葛翠萍聊天 丁闯呢 则开始手感长寿面 就在大家都以为 可以平稳度过之时 房门再次被推开 听说叔叔过寿尘 我来张个喜气 刷 所有人同时看过去 都被吓了一跳 来得赫然是富鱼 就这么突兀地站在眼前 丁闯也懵了 因为根本就没邀请她 准确地说 已经很长时间没联系过了 她怎么来了 是 是我联系傅姐的 周琳琳弱弱地开口 作为宾馆事件的唯一知情人 觉得有必要告诉富鱼一声 富鱼没觉得尴尬 反而落落大方 因为这一刻在心中预言了很多遍 曾以为真的可以忘记她 奈何后来金币兑换收购企鹅 成为互联网协会的会长 一件件事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发现如果再坚持自己 真的要错过一辈子 不想此生有憾 她主动笑着说 既然大家都忙着 我也不能闲着 我这就帮忙了 她脱掉外套融入集体之中 老丁和葛翠萍极为凌乱 强行把丁闯拉到她的房间 葛翠萍崩溃说 你不是说没有了吗 为什么又来一位 六位 居然有六位 丁闯也很头疼 无奈说 我也没想到她会来 真的 不过我现在可以说 真的没了 其他女人根本没告诉 更何况 他们也明白地位不可能来 老丁气得重重一跺脚 怒道 你还真是我的好儿子 我看你不是要给我过生日 就是要气死我呀 告诉我有六个儿媳妇 就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 别废话 葛翠萍把她推到一边 忽然急了 慌慌张张说 儿子 妈虽然难以接受 但也不是俗人 明白现在的男女 你与他们是不是都 葛他们为什么没有人怀孕啊 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 听到这话 老丁全身紧绷 忽然不生气了 紧张地看着丁闯 这件事太大了 丁闯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应该怎么解释 还不等开口 院子内又传出声音 就看一名穿着孕妇装的女孩走进来 肚子已经能看出形状 正是赵如意 赵如意咬着嘴唇走进院子 丁闯 在家吗 丁闯无语 葛翠萍和老丁无语 所有女人都无语了 半个小时后 十人餐桌正好坐满 老丁坐在正中间 丁闯坐在旁边 举起酒杯说 爸 生日快乐 五女王等人 同时举起酒杯 一口同声说 爸爸 生日快乐 五年后 南太平洋某个小岛上 海水清澈湛蓝 沙滩细滑 椰树林立 阳光明媚 钓鱼台上 丁闯穿着大裤衩 戴着墨镜 手中拿着鱼杆 坐在遮阳伞下 身后站着一排人 逐一汇报说 老板 就在昨天 美威摘全国连锁 第一千家门店开业 他离开 有一个人走上来 老板 企鹅聊天市值 突破三百亿美金 目前全球十大投资银行 全部急于买入评级 老板 阿里购物 将于下个月 在米国上市 马云想邀请您去销装 老板 脸书用户 突破八个亿 已递交了上市申请书 预计明年中学上市 老板 下个月奥斯卡颁奖典礼 想要您出席 为影帝颁奖 老板 林夫人让你回去 给孩子换尿布 老板 许夫人让你回去 被孩子玩 老板 周夫人说她身体不舒服 想让你去看看她 老板 吴夫人的儿子来了 想要见您一面 老板 林乔夫人说 亲手做了糕点 想让你去尝尝 他们找理由让你去 而我 主动来 丁闯听到这个声音 身体一哆嗦 赶紧转头 就看身边 站着围着白色浴巾的 富鱼 看到她 丁闯脸上 闪过了浓浓的绝望 大小姐 差不多了吧 我真的不行了 富鱼淡淡地一笑 随后抬手一挥 站在身后的人 顿时全部离开 整片沙滩上只剩下两人 富鱼随手把浴巾丢掉 里面穿着纯白色的笔记 身材依然较好完美 她笑着说 我是最后走到你身边的 欠我的 自然要补上 丁闯崩溃着说 我 我已经补五年了呀 富鱼反身坐到身上 吐气如蓝 不够 你要补一辈子 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静然先生 是这本门马的旁白主播 同时呢也是紫金巨社的制作人 不知不觉中整整一年过去了 这本门马也陪伴了大家一年的时间 感谢各位的陪伴 这一年当中呢 看了咱们很多朋友的评论 有很多朋友都在吐槽这本书的内容啊 有说什么种马的 有说逻辑不通的 等等等等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大家还是一路听了下来 所以这份感谢绝对是真心的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啊 在这一年当中呢 由于我个人在西马这边 还同时录制另外三本书 还有一本历史穿越搞笑类型的 大明第一狂事 方想大神的一本修仙作品 修真世界 以及最近刚刚上架的一本 恐怖悬疑题材的中南道士 录制的同时呢 还得管理巨社 帮大家带来更好的有声作品 所以嗓子呢是时好时坏的 请大家见谅吧 后面呢 我将更专注于在巨社 给大家制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静然先生呢 在这里代表紫金巨社的 旁白部 培音部 后期部 以及统筹部 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 正是你们的一路陪伴 才让我们没日没夜的制作 有了意义 谢谢大家 多余的话就不多说了 祝福大家都能在紫金巨社 收获快乐和幸福 我们下本书见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